在那个宝贵的星期五的晚上来到这边听我讲 这个其实是还蛮悲伤或是很严肃 或是很沉重的一个课题 那当然首先是也要感谢就是环境法律人协会 愿意办这样子一场的那个演讲会 然后也很谢谢那个雅银 雅银律师她是常言就是 我想她现在是所有律师界对于核电问题最为精通的 因为其实她里面有很多专业问题 她不断去看那个远能会的网站 然后从官方的资料也发现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这几年来算是 我以前也是不认识她 我们都是反合才认识的 那反合是超乎我人生的预算 可是我因为这样子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可爱的朋友 那就是说居然能够 才有缘分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其实 我真的是 我是国中第一届 今天这场有三位我国中同班同学来捧场 那我是国中第一届 其实我不大想说 因为你说就知道我几岁 可是这国中第一届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背过就是十大建设 那我只知道核能发电厂 后来我去日本三十几年 虽然我当中国时报特派人非常多年 然后我只被就是说那时候我只知道核是隐约 知道核是盖过 然后就是又停建 然后又盖 那到底是怎样 最后有没有盖完 我也都那时候都搞不清楚 那主要是还是三一福岛核灾 那我们家平常在日本是住了 是住在离福岛核一场200公里 外的一个东京 那发生福岛核灾 我们就逃难逃到那个离福岛 东京就是500公里外的大阪去 那这样说起来 大阪就离福岛核一是700公里嘛 那我跑到那边去 我们是先让小孩子先大心 那他们就把他们的戏软就交丢给我们 就是你知道人到逃难的时候 你就到底有什么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日记 我们才知道我们大儿子还有写日记 然后他们把他们一大堆 就证明自己活过来的那些东西 然后电脑什么笔电都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两个两老师开车 然后小孩子先坐心肝线跑 那跑到700公里外的时候 我才想要说 台湾不是有核电厂吗 那要是台湾发生的时候 你要躲到哪里去 那我就想说 台湾南北才几百公里 那700公里可以躲 那所以就开始去回头看 台湾的核电厂 后来我问了很多朋友说 要是台湾发生核灾的时候 你打旱怎么办 然后他们说 大家只好跳海了啦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 要是中国打了飞带过来 你还可以投降 你发生核灾 你要跟谁投降 你就根本是一个 还蛮无奈的一个状态哦 那所以我才开始去注意 去做一些采访 那我之前因为当过 中国时报的国会记者 然后后来又在日本 当了很久的特派员嘛 所以就去做了非常多的采访 采访非常多的核电专家 或是就是比如甚至包括设计 那个燃料棒 用过燃料棒的那个冷却池的一些工程师 什么样的人都去采访过 那第一个我去采访的有一个 就是日本的就写了非常多 关于核电专的书的一个叫广赖 我们作家 他就跟我说 哦 六三你台湾来的哦 那他就说 台湾会是下一个最可能发生核灾的地方 然后核灾不会 下一个核灾不会等你二十五年 他等二十五年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上一个核灾 就一九八七年的那个 呃 侧洛比核灾 然后他到福岛核灾是等了二十五年 可是你知道那个核电哦 他的那个呃 就是危险曲线啊 他就是说 你新的核电是比较 比较危险 因为他会运转不安定 大概大家都以为 就是大概不大清楚 那三里岛跟侧洛比啊 他们都是一个用了三三 呃 一个是用了三个月 一个用了一两年的核电 他是新的核电 他很不安定 可以哦 比如说你运转十几年到二十几年 他就是安定 所以他我以前曲线就是下去 下去啊 所以他是一个叫做浴缸曲线哦 然后如果过了二十五年三十年 他就开始又危险了 所以又高起来哦 那台湾的核电都是在 呃 就是是已经就是满满老旧了 所以我就开始才去做这样子的探讨 就发现就是台电十二区 对那个台湾人做了很多 就是人类实际上没做的事情啊 所以才完全是受不了 那我本来至今哦 就刚才那个雅姨也提到我在写情圣哦 我写情圣的话是连就说你连不仁都不算一回事哦 我都从相对来看嘛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绝对的恶 可是我终于碰到一个绝对的恶啦 就是说觉得不能用的这个核电这个东西哦 因为他发生哦 他只要发生一次的灾他就是亡国灭走 那日本常常说呃就是辅导核灾 就说呃他们就说日本是再也经不起另外一次的核灾 可是台湾是连一次都经不起哦 那呃我觉得就说台湾人真是买得乐观 我呃我订那个题目哦 叫做那个台湾军呃不好意思我的题目 题目就是啊 我订了地震提醒 因为就是想说206发生地震了 就回来台湾 发现台湾人已经差不多忘记206地震的事情哦 大家实在是还蛮乐观的哦 就是说它的展示 那呃事实上哦 大家知道就是说呃像核电这种东西哦 它是欧美发明的嘛 所以就他们搞的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不防震的 是拿到那个日本拿到台湾以后 它再加上还防震的这种东西 它本来就是有地震国家不能用的 可是台湾人大部分就说哎 已经206过了一个多月 大家就已经忘记206地震哦 其实很多朋友会 要是对核电有点敏感度哦 第一个就会想说哎呀我们核三怎么样 或是核一核二怎么样哦 那呃日本每次任何大小的地震 都会先报福岛核一每次 或陆近哪个核电厂没事哦 因为核电厂是最怕地震的哦 那可是呃 很多人说哎呀 他说你不要说了啊 就说天会天佑台湾哦 他会觉得说啊天已经够保佑台湾 我们到现在为止哦没有发生任何一次核灾 天就已经保佑我们了 我们不能再赌我们的运气 是不是还有剩多少啊 那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哦 就说我过去就是每次碰到山一前后 我就回来台湾做一系列演讲 那今年哦就很有了 我就会在想说啊 每次都碰到很多人来就是来来捣烂啊 什么东西 那我也觉得很烦 那可是就说 我就觉得他们又就有个发现说 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说哎你今年不用讲哦 今年反正民进党已经大胜了 但还有就是废核跟核会的问题 早就自然全部解决 哇那我就觉得 大家的误解实在太大了 我就说因为其实废核是 还有一意还早啦还早啦 因为你看就是说 连核四其实大家都以为核四 因为很多人是反核四的 不反核一核二核三的哦 那核四觉得都封存了 其实你看连这次的选举哦 除了小英之外 就是包括宗主瑜或朱立友人 他们都表示说 要是有必要的时候会拆封 那你觉得很恐怖 那核四是不能动的哦 你要是一动的话 他可能就是爆掉了 或是就是说 而且你只要一用 就是他是有可能哦 就是说呃就是说你本来 他不是说他是能用过的炉 他就是叫处女炉 就不是污染炉 可是你要是一旦用过 他就变高污染的东西 那现在要拆炉哦 本身就是那个就是造炉 时候造价了三倍以上 法国跟英国都已经有评估出来 所以就是一定不能用的嘛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要是真的是你放在那边 不赶快把他停建 直接停建 把他废掉拆掉的话 呃现在还是普通的一个建筑物而已 你不赶快把他弄掉 他说不定 呃小英也只做了 在就算他不会 他不会去拆封 说不定下一个白幕的总统就去拆封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更不要说合肺的问题 还有合一合合 和上待会会来解释 那我就觉得还是 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说 好像就是民进党当选就没问题哦 那而且就算哦 就算民进党的政策 呃就是说他们自己的选举承诺 不跳票 那我们也是从现在开始 到2025年哦 非合家园实现位置 你每一天都在等核灾发生啊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哦 所以才觉得还是需要回来说 因为大家完全忘记 而且甚至台电 我觉得台电他们 大概也是不知道 核灾是这么可怕的哦 那核灾已经五年了 事实上是还状态还蛮惨 那我也我也会解释 就是说日本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还要重启核电 那呃不好意思哦 就刚才有提到 他其实是台湾是一个那个地震国 是一个断层岛 那我想大家这次就体验到 而且就说呃 像日本他们是十万年内有动过的都叫做火断层 可是台电的定义是什么三万五千年 而且他们还说一些什么叫死断层 人家天下已经没有这种死断层这种东西哦 就是说因为就像没有叫死火山他们自己创出来 现在我们只有叫修火山 那其实你搞不清楚哦 那像这次呃就是美容地震台南这个地震 突然还跑出一个叫盲断层哦 就是你外置的东西就要盲断 台湾整个到处都是呃就是断层很多的 不好意思哦 那这个就是说你看台湾跟日本是世界地震最集中的地方 那有核电厂的地方就是加了黑点 其实这些都不能盖核电厂的哦 那你看在呃就是全世界在这个地震地带 现在是有六十有六十八个炉就已经爆掉四个炉 其实那个出事的概率是很高的 那看呃整个北部断层大概是这样子哦 那呃这个反正就是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是很可怕 好然后这你看就说这个是我前天去屏东演讲啊 然后屏东县政府哦就是副县长 他才来跟我说他说他说哎呀还有就是说他们几个局长哦 环保局长啊或是什么消防局长 他说原来恒称的诞城哦就是呃就说他那个河山 是全世界反应奴离开诞城最近的哦 有一缩是七百公尺一缩是一千一百公尺都差不多啦 就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接近 那其实种子也都是早该废炉的 不好意思下一张哎对哦 这张因为你看这三三日是三月三号才不久前啊 日本就认定制荷下面啊他是一个段 他是一个段存税就是他叫废炉了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每一个炉就说你不管用什么理由 每一个炉你废多少次都都是都已经是太绰绰有余了 我们已经用三四十年没有出事就够了就应该早就应该停台湾根本不缺电的好 那而且就说啊我本来想说台湾地震台湾这次他是停水停了好几天哎 然后停电你知道辅导合一他是四个小时哦 就说你不是只有停啊 就说不是只有 核电厂不是只有停电啊 或者是其实停水也是会有问题台湾每次都说他们有好几套设备啊 啊啊啊 其实哦就是说你就算有好几套的发电设备啊 你也可能因为单一的一个理由 比如说你因为地震或因为很像你所有的几套的那种发电系统都不能用 就像那个就是辅导合一就是这样子啊 他们才有的紧急的各种发电设备就不行啊 那就全黑所以就不行了 那你就算好就算你你台电没发电设备你你够 可是你你可能台湾像台湾的水管这么脆弱 你可能因为地震哪里爆开了哦 路的水管爆开你可能就缺水缺水四个小时马上就是辅导合灾了 那台电会说啊我们场内有深水池 那在座也有一位贺博士他也是知道 常常有批判这台电的深水池哪里是能用 只是花瓶可以插花而已啦 你知道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大量大量的水 然后需要一个专用的胖部 因为那个反应的压力是很高 你需要把水打进去 然后打得进去那才算用得上啊 那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台电不是那样子 像中国在辅导合一发生 河灾的时候他就赶快把所有内陆的河链场 就是都要都叫停 因为他发现就是说你要冷却 一个冷却的先反应炉哦 那几条长一样的水都不够用 所以他就需要大量的水 所以我们合一合二合三都需要盖在海边嘛 他就是要就是要需要大量的 就说他们要排水然后需要大量的水 然后也要就是要排出去哦 要排水啊等等啊 就是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容易解决一些问题哦 那当然就是说到底后来要要不要灌海水也是有很多的遮忌 可是事实上就是说 就基本上他是需要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水啊 来做冷却工作的 然后而且就是说辅导合一 三十非常非常幸运的一次啊 因为就是说他的那个控制棒 他是有插进去 成功就停机成功啊 那所以就是人家说你在 你以前在写很多插入问题 现在也是在说这个哦 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十分钟就会融毁了哦 然后现在就是有插成功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是觉得三个 台湾三个河链早就麻糕糕了 那我这个等一下那个power point 一直夹 是因为突然又一下爆出一大堆问题哦 你看一下他们现在就是合一 合一早就已经是他们早就失控了啊 就是说他2012年年底 他就是一个那个蓝料侠的那个把手段 他在那边他们就是完全没办法处理 然后找了原来的厂商法国的阿尔卦来看 他们也没办法处理 所以就一直停机到现在 然后呃其他就是说 他那个蓝料池因为爆满 你知道要修就是要维修哦 就是呃就是 核电厂要维修应该是要把那个蓝料 全部取出来才可以 呃才可以正进行正常的维修 可是现在因为荷叶燃料池爆满 所以他有一部分就是说 蓝料包没有办法全部取出来 所以他就是随便 真的是随便看一看哦 那呃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使用一个那种 像是类似水中资的 你尽量的东西下去看一看 那这个东西我有问过 呃就是呃有一位就是日本合工资家叫小兔玉章 他在台湾的时候就问他说 世界上有没有人这样在维修 他就突然大笑 他说全世界哪有这样子说 一定都没听过哦 那反正台电火区他们就做的都是 人家还有电子上没做的事情 他们都在做他已经没办法 那我想有开车的人就知道 你要是车子你七年没有维修 你敢不敢开哦 那核电厂他们敢这样子乱搞哦 然后还有就是呃 呃原论会 呃原论会的那个就是资料也显示哦 这个都是你可以找得到 他们一大堆东西已经都烂的一塌糊涂了 是下一张 哇这个是下一张 它是爱马蜜的 对这个好哦 他就是你看 哇这个是家的 今天早上还有家的 因为突然三天十号又发生 不是只有一号机二号机 他也开始也出现问题 突然跳掉了 就是说 他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 合一早就不能用了 但你知道就说 呃两年前就是 可是不是有一个林毅 林毅宗先生他在那个 厥室说 一定你合四不能进啊等等在吵的时候 那那个就说他们就那时候的呃 呃的经济部长试验 超过头了就说他们台电又不休息 呃就说他们休息的很少 少修又不修理 非常恐怖 他们的维修怎样 然后像日本正常的 日本叫做税修 所以他们是每十二个月到十三个月 会停机 然后修呃修 修理最少四十五天 那把那林间老的东西换成新的 可是台电他们怎样呢 他们叫大修 他们十八个月才停机一次 然后停哦 也只停二十五天 你想台电的技术有比较好吗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多都该修的 都没有修哦 然后呃 刚才你看他合一 现在也是两个都停 停掉 那他就是想要怎样 他想要原因就是 每个每个核电厂 都是让他给他几百亿 再来收尾哦 就是说 你把他合四的体管机关掉 他就要去看合一 合二合三的体管机 那时候思严想 就是实际部长 他就自己开架 说三个核电厂一千一百亿 你知道他们开架都是这样 你看 他会留一个尾数 就是他不会说一千一 也不会说 那这样一千一百亿 就可以一直一直加 一直加 不知道加到多少 那也有一个 另外也有人开架 是每个核电厂五百亿 反正他们就是要钱哦 就是你给他就一直给你看 那我常常都说 哎 你们这些就是核电帮 你就给我开架 说 你要一亿 你要二亿 我就直接花给你好了 你不要就说 哎 每次 还要别搞一个五百亿 搞个一千亿 来花 然后就说 你摩采要害起了 全台湾人的命啊 所以这实在是 就是说 很吐血的一件事情 那日本是在灾后啊 他们就是 把所有核电厂都关了 然后制定一个 比较新的 一个基准 然后就说 如果依照那个核电厂 日本核电厂的基准 台湾的卢真的是 真的是费几十次 都费不够 然后就是 刚才说的合一哦 合一是现在它已经 两个肌肉 两个卢都停掉 像一个卢已经停了一年多 所以大家也都不会 那跟缺电什么都完全没关系的哦 不要再说 为什么会没关系哦 然后 合二 合二也是一样 合一他们现在终于好像有点死心了 好像说 合一是可以除疫的哦 就说 好像准理除疫 那合二合三其实还没死心 所以他们现在就小英当选三天 他们就说 合一合二合三哦 就算是除疫也完全不确定 然后合二 合二也很可怕 合二他们发现一个这个就是 有一个那个不曉得人记得 就是2012年有一个 毛丁罗酸断裂的事件 那毛丁罗酸什么呢 毛丁罗酸是把一个反应炉哦 把它锁在基座上面的 那也每一个反应炉有一百多个那个 罗酸把它锁进去 那那个东西是不会断的 那是要跟卢一样寿命 要他把卢锁在基座上 那就像胡导合一他都爆掉 他那些毛丁罗酸也都好好的 可是我们的毛丁罗酸 因为可能也是就合当 当地的那个就是 的那个整个那个 呃气候啦 或是地 就是地质啊等等哦 他就腐蚀很严重 腐蚀比较快 或是比较严重 所以他就有七根 是断的很厉害的哦 帮我放牵一张 哦 就是啊你看啊 就是他发现他有 有七根是断的很严重 他居然不要羞耶 那他是 他是停机的时候出现一个 0.29机的大震动 你知道是很大的震动 那就是说 里面的工程师哦 都吓死了 他就跑出来 告就是跟有一个 环保团理叫做 律社消费者基金会董事 听起来很厉害 那叫方姐哦 其实董事长就只有他一个人啦 他们就只有他一个人 那就跟他告证说要是 那他说 圆人会的主委 蔡春宏 跟当时的哦 然后还有当时的那个 台县董事长 他们都知道这个事 可是他们不患耶 然后不患的时候会怎样呢 你再一次看机的时候 他也会出现大震动 他可能整个反应如 跟跳带 然后就跳掉了 那样他也不修耶 很可怕 那所以方姐就是 内部的工程师出来说 要是他们真的不修的话 我们都要卖 辞职 卖房子都要招了哦 要跑到别的地方去 完全不能在北部的 几个县市里面要跑 那方姐说他也要叫他 他也去贴条子哦 那我 后来刚好我回台 他就跑来招了 他说你认识马英九 你去跟他讲好了 就说这个事情 然后他讲这有很严重 他说马英九那么笨 你跟他讲 他一马上又去听那些什么专家 说没问题就算了哦 那我说这不行 那我说我媒体关系比较好 我们就跑到一个 媒体的社长家里 早上一大早清早 就跑到他家里去 就他说 他说对啊 他是对我都很支持很理解 我也相信 可是他说因为你们 我们媒体 我们要是没有书面资料 我们报了会被告的 所以他不敢 所以后来就变成 我们就拼命一直在网上写 写到后来就是 那个就是立法月 就大家都有传 那后来就连主流媒体也开始报 所以就是后来立法月就开了 听证会终于把他换了 可是我说那我这人在传的时候 我看到合二工程师来说 他刘小姐 他你太紧张了 他说没有 没有这么可怕 他说要是真的发生核灾的话 我愿意死走核电厂 我想说 我不需要你死走核电厂 你跟我不要发生核灾就好了啦 我就觉得说哎呀 怎么会想把他差这么一样 然后后来就终于换 他换了怎样呢 他就是 刚才前面一张不好意思 他就是八根 他是说七根断了 毁损严重或是断裂 是完全不能用 他是换了那个七根里面换了六根 因为第七根哦 他是很接近如心 他每天一直被那中指铺饰 他是一个高污染的东西 那很很难换 就是比较 他说换的话 是要很多很多的核电工磁豆子 就是他要被铺 才能够去换 那你知道这种 这种东西哦 他一根 那个毛定罗酸的原价 一根是一千五百块台币而已 可是你看 他这根要换一亿 因为他没计数 他要基一日历来换 就是说他完全不会换 所以是一亿 后来第七根哦 他们后来偷偷 大家在骂说怎么样 这么贵这么贵 他后来第七根偷偷换 第七根 但那一根就换了八千万 那你知道他完全没计数 那每次那个马英九 他就在跟你说 他说哎呀 因为我们缺乏 我们缺乏自己的能源 我们是一个人员 就是很弱小的 没有自产自身的能源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进口啊 那核电哪一样不是靠进口 核电的设备燃料 连技术维修 没有一样靠 就是他们自己的台队 根本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啊 所以他们像完全 像核一完全失控之外 然后最 就是说整个是 就是他说 哪一样我们 就是核电 也完全是一个进口的东西哦 那他完全不会 现在的大部分的维修也都要靠 呃 是要靠外国的 可是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大家都以为觉得说 我们的核电厂是靠美国 所以我也曾经去那个 民进岛的高层哦 就是去跟他们演讲的时候 或去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就会问我说 他说我们要是不买美国的 那美国是不是会对我们不好 大家都好怕美国对我们不好 我说错了 就是美国大概从三 就是三里岛之后 他们几乎不搞核电 基因他已经把大部分的东西哦 就是跟 卖给那个日历跟东芝 所以像 就说叫基因日历 基因东芝 所以像核四 大家以为是基因公司 不是 他一个卢是日益的 一个卢是东芝 卧轮机是三轮的 三明的 然后像核三也是 核三好像叫西乌建的 西乌已经全部卖给东芝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买日本的 那个基因他们在那个现在 他们一千多亿美元的营业额里面 不到一趴 就是跟核电有关系的 占得非常低 其实完全没关系啊 那如果是美国非要你买东西 你可以买它地热技术啊 它地热技术非常好啊 你可以买它别的东西吗 而且完全其实跟这是完全没关系的 然后最生气的就是说 好 他把七 他把六根换完了 他就急着就赶快 一直转一个 然后那种 二月早上完全不缺 六点他就转 结果到九点多的时候 袁仁慧发了 袁仁慧就发表一个宣布说 说哎 他送那个炉心策斑哦 裂了三十公分 然后 那很可怕哦 那德国有一个炉哦 尤其像我们这么老朽的炉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能换 那个换就是说 也是要很多人吃豆子 而且也是不能换的东西哦 世界大概只有辅导合一的 有一个炉有换过一次 而且他是在很心裁又没换的时候 后来就没换 只要裂得很严重 看起来是老朽炉的 大概都是废炉的 所以德国一个 15公分 他就废掉了 这我看 那是三点强哦 他现在已经40公分以上了 可是没有东西 这他随时发生什么 胡色外色 外 呃 外线事件 你也都不奇怪 我觉得真的是很吐血哦 就是说 他们都不怕 就说拿台湾人的 身家性命当底柱 然后下一个 哦 不好意思 就是刚才那个罗斯 好 那和珊 不好意思 和珊哦 和珊 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加 他是比较远吧 就是在恒村 然后他是一个加压型的那种 废室 大家会觉得好像比较安全哦 那可是事实上 所谓的意外就是发生在你 觉得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像那个辅导合一之前哦 日本人觉得最危险的 卢不是辅导合一哦 是一个在距离那个 那个东京一百八十公里的 静岗系的冰岗核电 这一盘核的人 每天都跑到那个冰岗去 一直给他抗议说 给我关场 给我关场 一直去炒饭面 结果没想到是第二 就是说第二危险的 第二先出事 那可是他们2011年3月 辅导合一出事以后 他们5月就把冰岗关掉 到现在为止 他那也是不可能重启哦 他是那种就是 像我们合一刚才有提到 我们其实我们的核电厂 几乎不耐症啊 就是说核一是0.3G 然后核二到核四是0.4G哦 那台电说他们有加强 那都骗人的 你要加强一个那个G 就是说要加强 他的防证是要停机 很多人要做很多的工程 然后要加很多的那个防证器等等哦 那费用还是非常的接人呢 他怎么可能用个很小的几分 就说日本在做就是加强他的那个保证 耐能吸收的不要几十分 或几百分之一的价钱跟时间 就去打到 反正他是骗人 所以台电我们的那个 就是核一的那个只有0.3G 那0.0 就是日本大概就是核钱 辅导合在之前 他就已经是台湾的两倍0.6G以上 然后现在都加到1G 或是1.2G 那他们说 如果震度6的时候 大部分的核电厂就都耐不住 可是台电会说 我们是不如人家 只有人家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耐震程度 还说震度7也没关系哦 所以就说 你知道这整个就是 完全是一个闹剧就对 然后他们说 核三是比较年轻 比较没问题的哦 呃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 可是事实上哦 就说他有可能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们要天高皇帝哦 那那个就是说 他曾经有一个月哦 根本没厂长 那也没人知道啊 然后最可笑的就是说 他发生火灾 发生好几次 然后最可能 最荒谬的是 去年有一次火灾哦 就是附近的居民看到冒白烟 然后才去问说 那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才 才认识火灾哦 所以那之后 屏東县长就很生气 就就 就开始要去监督他们哦 可是 就算他的问题实在还大 那就像这次美容帝 怎样如果稍微你核灾再近一点 那台湾就完了哦 那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说 你台湾要是发生任何一个火灾 那个就是核灾哦 他不会叫做屏东核灾 不会叫恒春核灾 那也会叫新北核灾 不会叫什么石棱核灾 他就会叫台湾核灾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要当台湾人的啦 就说你就只好就是说 学学广东话去外面 假装你是香港人 就算你有钱跑去外国 因为就是说 你的小 就是你 你就不敢自己说 好像我们现在去哪一个国家 都好可以哦 在座很多人常去外国啊 你就会说 i'm from 台湾 或是你到日本去 你说你是台湾人 因为我们捐款去给人家最多 人家就很喜欢台湾人哦 所以就 可是 可是你要是真的台湾发生核灾 你就不能当台湾人了嘛 所以就说一定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就像 日本的就是辅导人 现在他们小孩子去外面 躲到外面去 他们会被欺负 扶倒的女人 很就很可怜啊 就就跟当年长期广岛一样 然后不再敢跟他们结婚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 河山 河山哦 也是非常非常危险 那而且就现在 他们才知道说 哦原来他们是 那个全世界离 那个断层最近的一个反应罗哦 所以也非常非常可怕 不好意思 哦 然后 对不起 下面真的是蔡雅云发现 刚才河山一张 再请一张 就是第二 最后一个 就是2015年 10月哦 他们曾经就是 呃 就是说 原能会有发现 还有问题 叫她停机 可 他们还照样再运转哦 那这是 雅云发现的一个 就是事情 我好像看到 在你的脸书 看到这个是哦 那他们还 他们根本不管哦 我跟你讲 台湾根根本不甩原能会 那你知道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结构哦 就是说 本来原能会 是我们的公务员啊 我们负他薪血啊 他应该要 呃 就站在我们的立场 就是 呃 守护我们 可是问题是说 台湾他是一个超级巨大怪 时候又财大 其实他超有钱的 所以他就哦 发包很多研究计划给原能会 那原能会 他就是 就是说被那个监察院指出上 他发包 8亿的那个研究计划给他 所以每个人都拿了一大堆外块 那 呃 就是说 因为结果 这样子原能会就变成台湾最大的包商 那所以就说 台湾变成原能会的老板 本来原能会是应该监督台湾的 可是现在整个都是 世界是反过来 所以在那那立法院啊 国会啊 你就看到很奇怪的现象 台湾一个小課长 可以把原能会的处长给画了画去 就把他叫来叫去 好像是他的老虎一样 那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导致的状态 那希望未来新政府能够改变这样子的状态 希望未来的原能会是有骨气的就是族的人物来当主位啊 不要像现在他们就是他自己像呃 现在刚下台的一位蔡春宏先生 他自己也承包好几千万好像不要几六七千万还多少 我忘记那个司机的数字哦 好几千万就是台电的研究计划 那都变成一种 就是一种变相补贴嘛 就是会变相的去收买 变相的一种收买的行为 以后应该也要禁止这样子的状态 不好意思 好 然后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台内 就是说台湾发生口 代表全部一定要躲 大家大概不知道就是 福岛合一的三十公里圈是多少人 有没有人知道 福岛合一圈哦 你看到现在草昂 它现在已经 已经过了五年 还有十万人 他们有就是有家归不得 那福岛合一圈里面哦 他是十四万人而已 就是居民 那台湾的 我们两个北都的 河天合一合二合三合一合二合四 就是全部我们的圈 我们是六百五十万人 你知道很可怕 你怎么逃呢 就真的没有办法逃 你怎么逃 所以就是说 我们曾经请过一个 就是日本灾后 最受信任的一个京都大学和工学 到小区一张到台湾来 那他有做过 要是他是根据美国核管会给基准 要是发生一个 比较重大核灾的时候 台湾是三万人数死 七百万人后续死 这过两三年以后 我觉得因为台湾是一个 就会死掉 他就说这是台湾是一个 台湾效率为零的一个国家哦 那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 其实台湾就是在灾后哦 就是那核电厂哦 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评鉴都说 我们是最危险核电厂哦 就是说像我们的那个就是 大家大概都已经熟人像是那种 然后把网友报哦 还有跟就是说一大堆世界各种 专业单位来评鉴 然后当时在运转的 221个核电厂里面哦 我们是就是说 14个全全球最危险核电厂 我们合一到 连没有运转的核四都上榜 然后那个 那球英国的也 那个科学杂志哦 他也是做过两次的那种评鉴 有一个评鉴 它是根据老朽的程度跟那个地震啊等等啊 各种系数来算 那全世界有三个最危险核电厂 那我们不是第一啊 第一是一个亚美尼亚的核电厂 它是因为是用那旧式 呃 苏联老师的那个反应炉 然后第二跟第三就是我们的核一跟核二 人家已经认定你 告诉你哦 就是台湾是最危险的 然后第三就是说另外还 他还做过一个哦 就是说呃 就是全世界在30公里圈里面 有五百万人口以上的那种人口 全世界是有六个卢士 这种东西 台湾的核一跟核二跟核四都是 就是说你30公里圈超过五百万人口 而且我们还跟别的 比如说跟孟加拉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还在首都圈耶 所以就是说你要首都圈发生什么事 你发生一个核灾 不管你有多少新白银币 或者是股票马上就变币子啦 那我觉得很多很多人还说 哦 哦这是台湾可以那种呃 呃完成那个正义转型的一个机会哦 因为就是说大家都变没钱哦 你知道你有没有资产 都闷消你的资产 你的房地产都归零哦 所以我等下来说一个房地产 我自己房地产归零的故事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现在虽然他们承诺 大概025年是要进入灰尔家园 可是我希望赶快提前哦 把它除役 然后要立法定下一个啊 就是说费核的时间表 你看 就是2025年 乔英再怎么样了 她也不肯当总统啦 那你下面一个总统 你还没有保证 她真的也要费核家园 真的要实施嘛 而且台湾现在实在太没钱了 你就是要需要面对那些核费 跟拆卤的这个 拆一个卤是三倍 是造价三倍 就反正这已经是几兆 甚至几十兆的一个债务 就说已经升幅不起 说不定干脆 就是联民进党也是一样 小英也是一样 她可能就觉得说 啊这塞太极手 台湾完全没这个钱 你要怎么走下去呢 可是这是不得不走的路哦 就是说 呃我想这是对小英来说 她除了中国还有经济以外 最大就是费核跟合汇这个问题哦 所以我这次回来 她也有表示说 想就是要借我 可是因为我刚好在台南演讲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跟她演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不是最近匡国仓票 把这些 就是面对合汇问题 踢上桌面了 因为她的选区 刚好是 呃就是在合一合二的那边 所以她们就觉得说 她们不要让 她们已经 核电厂每天在那边 尤其像金山那边 让她们饱受 就是核电厂的威胁 已经四十年了 那你要停机以后 你还是打算把 那个最毒的合肺 放在 就是放在我们这边 我不忍受她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赶出 就是要把那个 就是赶出 那个北海岸 她们想要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说 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 到底台湾要有多少合肺 其实合肺哦 其实简单说是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低阶合肺 那比较不严重啊 她就是用过的那个道具啦 就是啊 然后她只要每公斤 超过一百贝克 她就叫做低阶合肺 那用过的手套啦 衣服啦 一些 就是说在厂里面 是被污染过的东西哦 那她其实不是 比较来说 不是那么严重 那所以台湾像 因为搞了那么久 所以就是来雨的十万桶 那来雨的十万桶 其实是蛮毒的 因为找别人 我觉得她们不是 只有把低阶的啊 是真的连中间 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哦 呃 我看从那个日本学者 他们去测量当地 当现在为止 在南云也还有很多 辐射热厂 所以他们 南云也一度 核电都没有用 他们只有倒上一个 简单的一个 火力发电厂而已哦 他们一度核电都没用过 可是我们又把那种 很毒的核废 当年以前他们是打算 拿到那边去 就到外海去丢 那可是那时候突然 国际法就会定不能 丢到海里 所以就放在那边 一下子就烂得不像一样哦 不好意思 那个刚下一个图 前掌 这来一个哦 你看他每多少年就变这样子 而且他们让那个 就是当地的达武族人哦 就是几乎穿毫无防护效果的 状态下去收拾哦 所以前天我们在立法院 就是当地的达武族的代表西南 他就来报告 去年就死了四个族人 又一位汉族的族人就是收拾 因为他们给他穿 他们让他去收拾这种东西 没有让他穿防护的衣服 而且那东西会很致死哦 其实表示他远南是绝对是超过低阶 所以当年他们是什么这些中阶 或者什么几乎高阶的东西都什么 很脏的东西全部都乱丢 拿到那边去 而且也就是说看日本的测 现在到处还有很多的辐射热场哦 那就是日本政府 日本的团队有去做普查 跟原来不存的 我是希望赶快去做一个 比较精准的辐射胡查 至少先把那些东西哦 一张的东西移除哦 或是有些当年用那个 乌揽波 有辐射沙尺 也有辐射污哦 那就让那个当地的人 真的三岁五岁的小孩都得来 这怎么回事 真的很过分 甚至还有永和人说 他们喊来瘾的人 有拿回馈金哦 就像西兰丁报告 他们拿回馈金多少的 他们是一天五十块 他说一天五十块 他们连大家都生病 就要去外岛看 根本不够车费 他就说我一天给你五十块好了 我那个合费要搬到你家好不好 就说你怎么可以说 就是用这个回馈金哦 来就是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应该要接受这种东西哦 就实在是 就说其实核电长期来说就是一种欺压 是一种歧视 因为像日本也是 他们就是盖在比较政治弱势 才会辅导核一 三十公里圈里面只有十四万人 就比较穷 比较偏僻 人口稀少一点的地方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还算是 就是说低阶核废哦 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 就是说你不要去动它 背头你看那个下一个 这普通的 普通的核电厂里面的低阶核废 那他们就说十万桶很头痛 所以台电就一直拼命乱烧 他们把那个一百桶烧成一桶 还说这是台湾之光 所以他们是全世界最会烧的 你说这个很恐怖 因为你来说是扩散辐射物质最快 所以我占一之后 除了我发现台电 台湾的核电这么恐怖之外 是另外一个最恐怖的是 台湾到处的那个辐射污染的 那个剂量都比那个 不会输给那个灾后的东京 不会输给灾后的 像现在 像我拿那个 我刚才忘记在那边 就是灾射它也有 就是说你去撤 就是说灾后的东京 我们跟它要是还有时间 我请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辐射走调台 台湾辐射走调台的召集人 林瑞珠来补充一下 因为它测过两万多次 就是两三千个点 然后包括什么古厅 国小的操场 什么东西也是都操标很多 它主要去测小孩子去 或是人口 就是人比较多 进出多的地方 操标的地方有四十四个 操标很多倍啊 所以像我刚才说 我要走的前我们家 灾后的时候 就是0.12的那个 每小时的那个 维希佛 就是0.05 0.1 要走以前 东京已经五年了 所以它是0.05左右 可是到台北 你哪里要测到0.1以下的 都很不容易 那它测到有四十四个地方 是0.3 我觉得其他还有更多很可怕 很多的那个职 都是在福岛附近的测到 那台电它乱烧 就是那机械盒废 你摆在那边几年 它就半摔 就无毒了 这是比较简单 这完全不是问题 可是它们就一直乱烧 它说没地方放 你没地方 你再多盖一个就好了 那根本完全不是问题 它一定要把它乱烧 然后说自己烧得 烧得世界第一 说是台湾之光 把他骂几成 他终于把台湾之光散掉 真的是很气荣气 气混了就对 就是那要求他 就是说你要把烧 放进去以前的贝克树 跟拿出来的贝克树 是多少 你烧掉了然后变很少了 那其他的就是意思在空中 然后要求他 那应该用非常高规格的滤网 原来他普通的 黄哈鲁烧 那样高规格的滤网 叫他公布滤网的信号 一次都不肯公布滤网的信号 所以是还蛮吐血的事情 所以一定禁止他烧 那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低肩核位 不管哪里的低肩核位 你就是不要烧 就放在那边 放它久一点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然后 然后其实真正最大的问题 再回来 刚才的字 用过来 是之前 不然是这个 那其实真的 其实你知道 连蛮久 他一直到被我骂以前 他大概也都不知道 就是说用过来 就是说 所谓的核废料 什么 他也都以为是 蓝鱼那些东西 其实真正可怕的是 这些 就是用过燃料棒 那这是用过燃料棒的 那个 刚才看到的那个池子 那我 现在你知道 用过燃料棒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它有多恐怖呢 就是说 它是很毒 燃料棒本来就有毒 可是 它如果没燃烧 燃烧之后 它是燃烧前的 一一被毒 要百万年才会有毒化 那它有多毒呢 我曾经在跟 郑春琪的节目 连续两天 他有非礼午餐 不过郑春琪太太凶害了 所以他的非礼午餐 就不见了 那 在他节目里面 跟原人会的官员 就是处长 他是专门管理合肺 一位处长 跟他对辩 然后说 跟他问 就是对谈 那我问他说处长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用过的 没有办法多读啊 他说我不知道 那后来他还蛮老师 其实还蛮好的一个人 其实两个人 近看都是好人 就是说 可是有些思维 或他受的教育 就是他想要 对那种和睿的想法 真是完全不可思议 他第二天就拿了一个表 来说 你看你看 就是我们有资料 我一看 他就写说 用过二十年是多少卡 用过三十年是多少卡 的确 就是说那种蓝料棒 它可能烧到 差不多一千多度 几千度 它是很热 然后你放在那个蓝料棒里面 放在蓝料池里面 放了十年二十年 它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热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说 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很难处理 很棘手的问题 最棘手的还是它的辐射剂量 那到底有多毒呢 你知道那个蓝 日本是有做过这样的测试 它蓝料棒 把它放在池子里面 冰水 在那种冰水里面 冰十年以后 把它拿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不锈钢瓶 那一个五百公斤的不锈钢瓶 它表面的那个西佛 我就问他说 你知道是多少西佛 西佛是什么意思 西佛就是辐射 对人体的影响 那才是 就是说 对普通的人 健康怎么是有意义 我想你知道 那样子一个五百公斤的筒 它表面的那个就是 就是辐射这样子 是一千五百西佛 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一千五百西佛 是有多可怕 你知道 根据那个就是 跟那个 世界最永和的就是一个 叫国际原子人的总署 叫做那个 艾严娜跟他很亲善的一个组织 叫做 等于是跟他们的关系组织 叫艾西亚平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他们都承认就是 连最永和的人都承认 只要七西佛 你背负七西佛 你就会死掉 就很快会死掉 那一千五百西佛 二十秒就死掉了 你看这么独的东西哦 这么独的东西 那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岛上 就三个核电厂里面 我们已经有多少数 我们已经有一万七千数 那我刚开始反合的时候 我们才只有那个一千 一万三千多数 还有一万四千数 那如果我们不赶快停机 不赶快飞河的话 我们就是会到二零二五年 进入飞河家园的时候 我们是没办法飞河啦 因为其实核一子 存在那边 我们就有两万 就是两万三千数 那这一数是多可怕的事情哦 一数就这么 一数是这么恐怖的事情 那它的代价是多高呢 那去年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蓝料池 就是合一合二 蓝料池它都是快要爆满状态 所以台电武器啊 那它要搞把它 想要赶快把它拿出来 放到随便放一个叫做 甘续 就甘续组成 就是私事的 而且刚才看到那个 不好意思 就是下面蓝料池 蓝料池的图片 不好意思 蓝色那一张 知道 你看这种东西哦 它其实是放得很紧 它已经是原始设计的四倍紧 所以就是说 法国世界报在两年前 它就已经警告过 台湾的这个储存方式 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 我们不是只有那个 核电厂是最危险 我们别人蓝料池的储存方式 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 这么可怕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想要赶快 因为满了 那你那个就用过 烧了四年蓝料池拿出来 没地方放 它就只好停机 那它不想停机啊 它就赶快就是 想要把它拿一些 挪一些出去 拿去干式组成 拿去做干式组成 拿去做干式组成 因为它那个随便乱搞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现在在挡那个词 待会儿会解释 干式组成的部分 那它就是想要拿去 法国去避难陛下 就说拿到法国去放个几年 拿到法国去放个几年 那你知道要拿去法国放几年 一束哦 差不多原来本来那个 就是蓝料池原价 大概是就是 你拿来去用的时候 它一束原价差不多是一百万台币多一点 然后拿去法国 处理的时候 你一束是要一千万 那那也只是 那其实放几年哦 因为法国二零零零七年就 它还说可以放二十年 还是什么 其实早就已经没办法放那么久 法国二零零七年 它们就有规定法律 它就说你全部都要赶快拿回去 而且你说法国自己那家公司 它的燃料池自己也都是满的 根本没地方让你放 可是它们只是要赶快挪进 挪出去几年 它说的那个二十年我也不相信 台电说可以放二十年 我也不相信 因为法国当地 他们要新盖燃料池也都被反对 就没有 就是本身就是它自己是满的 所以就说它要拿去只是几束 那你看像它只是拿去几年 就一束要一千万 那一千万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在台湾你要找的放个四五十年 你一束可能将来到 它的代价可能是一亿 是好几千万 你才能够解决 其实你要解决几束 那个燃料池都是很头痛的 那我说我刚开始 反而说我们才一万三千多束 那现在是一万四千 一万七千束 可是到二零三零年 我们就变两万三千束 你说我能不急吗 你一万三千束跟两万三千束 它解决的难度也不是差那么多 那所以你说所谓什么 就要面对合费 我觉得面对合费第一步 就是要确定数量 你一个人要给你盖房子 不跟你说你要盖多大 就让他来直盖 你看台电讲的 就是有关合费的设施 他放的地方 都给你画好大一片的广场 然后里面只放一点点 好像你可以无限一直用 一直用 合费是有解的 你知道台湾是找不到 什么安定的地方可以放 不好意思 看甘祖的那一张 那就是说另外 台电他们就是想出一个方法 叫做甘祖 就甘式祖存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甘祖也是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有在用的 可是问题台电做的又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么简陋 这么恐怖的地方 你知道这甘祖 因为它拿出来它的温度 跟辐射都很高 所以像北欧国家他们就形容 这种甘式祖存 它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好像冰箱 一样的环境里面 那可是台电把它搞入天的 那它风吹雨打日晒 那像 而且就是说它搞的这个晒子 已经大到它不可能移动 它说要在这个合一的 这是合一的后晒 它打算放四十年 那我觉得台电就是说 它是已经打算放一百年 因为它的那个晒子是全世界没有的大 所以根本不可能移动 它就打算一直放在这里 它放在这里还没关系 就是说你看 它必须要是很耐症啊 可是你看它前面有锡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随时会塞 会崩塌 山崩下来的东西 它本来还用那个废胎塞住而已 实在是太难看了 就被人家就是环保成立把它 拱开它那个废胎塞一下 所以它现在做一些水泥 然后它看一下 可是这也是随时可能倒塌的东西 而且它很可怕是里面那钢瓶 就是那个燃料棒把它拿出来放的那个钢瓶 它们是用不锈钢瓶 那钢瓶它们怎样呢 它第一个它是用焊接式的 焊接式你知道就是说 像是燃料棒它是一个很强烈的 就是说常年那样中子造色 它很强烈的 它会把那个不锈钢瓶 要是它是焊接一下子就裂开了 就会爆开了 那像日本跟德国 它们都叫完全成型的 就一开始笼罩就是无缝的 只有盖子 那边盖子是要最后焊接上去 是完全成型的 然后台电它们就说 它们用美国有在用这种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 它们用的那个钢 不锈钢的材质 美国的盒管会早就说 那种东西最不适合盐分多的地方 那用的 而且台电自己内部也有测试 好像没有两年就会烂掉的东西 它就缘分浮食 就会出现问题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像 有的环保族灾 有一个叫以来人文基金会 董少女成席 他是说台电说可以用四十年 他觉得用不到二十年 那我觉得他还太客气了 我们觉得是超三五年大概就不行了 那这种东西很可怕 刚才有说到那用过的燃料棒很多 那核灾或是这种燃料棒 处理不当最大问题就是说 他三五年后 三五年后他烂在那边 就没有人可以去靠近 你知道 没有办法处理 不是说我就把它换一下 他很毒 根本没办法靠近 就像浮岛河一场内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几乎很多地方都是死点 就是你不小心 你要是没有带辐射接上去 你站在那边几个小时就死掉 那他变成就是没办法处理 核灾跟所有灾害不一样 像一个化学爆炸 他可能爆炸几个月后 你还是可以进去处理 他没有毒性 毒到那种程度 可是核灾他就不能靠 所以就会 他如果三五年后 那你来讲是现世报 对台湾人来说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是留给子孙的一个什么 再来是非世代争议 长得好像很悲伤 好像是后代子孙才会承受 我觉得三五年就现世报 没有人可以去 没有人可以去接近 然后就是 大家就是 没有人接近去整个北台湾 甚至整个台湾都不能住人 你看他这个处理包 这么可怕 那现在就是他搞了这个合一干组 这要第一期工程 那你知道这个设计者 是一个美国根本从来没有做过 就是合肺储存的一个公司承包的 那家公司是怎样呢 台天是搞玩什么样的把戏呢 台天他们就先搞一个招标 一大堆积水 所以第一次就流标了 因为没有人这个价格 或是 就是这个符合台天的要求 那所以就流标 所以台天就把这个工程的设计 包给核严所 我们刚才说是监督他的核严所 就原能会的核严所 那核严所就去找了美国一家 根本从来没有做过核被储存的公司 那台天去实意包给那个核严所 那核严所他是付了六千万给美国那家 没有做过储存的这个公司 然后这是第一期工程 就设计一个这种根本就是像 你看看就是只是一个操场 放了几个柱子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根本完全没有经验的 可是第二期工程 他又在就变成台电直接跟这家 这家都不合格没有资格的公司 跟他直接契约台电直接付十一给他 那你说这整个你怎么能相信呢 这种东西根本是一个 就是拿台湾人的人名 就是性命在开玩笑的一个做法 所以核严的甘酌 大家拼命打 终于又挡下来了 可是他现在第二期又来了 第二期眼睛在盖 第一期他拼命盖 不过核严 就是说基本上 包括朱丽伦或是现在 我觉得新北两个富士党实在还不错 他们是有认识 就是他们愿意挡住这件事 可是他们现在很厉害喔 第二 他和人也搞同样的把戏 然后他同样的把戏 他现在很厉害啊 就是说这是国家重大工程 所以他那个核发单位就不是新北市 变成是农委会 就农委会一下就OK了 那这当然是一个就是很危 还有圆人会也给他批准了 那我们很感谢 雅银跟黄沃昌 他们有提出诉讼 去控诉这个农委会 跟那个 就是圆人会 他们发造的不当 就说第二期口等 所以这一定是要给他挡住 这完全就是拿 台湾人就是 马上不把台湾的人命 当人命的一种做法 很 一下子 我觉得就说不用等 没有什么等十几年才难掉 可能三五年就难掉 那要是大家都不用住了 就比普通的核灾 说不定还更严重 不好意思 那福岛五年 福岛五年的现状是这个样子 它是到现在位置有十万人 它最初是三十几万人逃难 里面政府贴补的是十六万人 那其他人是因为政府没贴补 可是它污染很严重 你也是只好跑掉 那日本是在灾后 它有发布 你知道日本的 大家去年台湾人有三百 台湾人虽然很喜欢日本 去年有三百多万人到日本去玩 那你看 大家可能去玩的人 大概都不知道 日本的核灾界 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捷径 而且大概几十年后都不会捷径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边在位我的同学 他有在医院做过 甚至很多同学在医院做过 那日本市 就说每平方公尺 如果超过四万倍克 就是叫做辐射管理区域 那就很像医院里面的S光区 就说那是管理区 那小孩子不能随便进去 那就是医生或是医护人进去 他也不能在里面喝水 不能在里面吃东西 那进去那辐射管理区 一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身上没有任何的 带有任何辐射才能出来 可是问题 发生核灾呢 日本就是福岛四万倍克 就叫辐射管理区 可是它发生了核灾以后 福岛大部分的地区 尤其是它靠西边 靠东边 大部分靠海这边 大部分的地区 还有甚至群马的北部 立木县的北部 或工程县的北部 工程县南部等等 这些地区 或是甚至200公里外 千叶的一些地区 它们的污染 都是六万倍克 甚至到六十万倍克 那你表示 那就不能住人了 怎么还可以 那是辐射管理区 里面的东西 也不能随便拿到外面 里面的产品 可是问题 日本就发布了一个叫做 原子力紧急状态宣言 那这个宣言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解禁 所以第一年 我们刚才有说 每公斤一百倍克 就要装在黄色桶子里面 叫做低阶核废料 可是日本核灾发生第一年 我们在日本吃的是五百倍克 就是说 是比核费要五倍脏的东西 那五倍脏的东西也都可以流通 就是一个这种核灾 而且也就是说 灾那么污染那么严重的地方 也都可以住人 就像日本的那个 动漫大师公吉君 他这种核灾发生了 开始 他就一直呼吁 就是说 福岛应该要放后 直到我上次去见他 他也还是一直说这样的事情 就是福岛根本应该是不能住人 可是政府必须要承认自己推动 核电的错误 那或者是他要把这些人 一百八十万的辅导人 都要给他补偿啊等等啊 才能够 才能够说 才能够说 要把那个地方放后 当然不可能做的事 而且甚至日本现在他还要 2020年还要办奥运 所以他现在都假装好像没事 所以他现在就赶快希望 把人都赶回去 他说你看 我已经把你家除穴服射污染 你赶快给我回去住 可是你再怎么除穴 也是当初的二十倍左右 就是很多倍 然后而且除穴服射污染没有用 因为日本在去年的年底 已经宣布 他附近哦 福岛周边的那个山里 他不除穴服射污染 所以你就算把土地刮了五公分 那可是一个风吹雨打 那些辐射附近的那个 辐射又再挥回来咯 而且也就是说你看 他那个现在致癌的人是一百六十 小孩子 你看自癌的是一百六十 我说这十万人现在还住在 已经五年了 然后还住在组合屋 或是在那边租房子哦 你不管你在那个地方 你是几百年的老家 你有农场木场 你就是毁不去了 然后一百六十七个小孩 呃 痣痣痣 而且一百多个已经开动了手术 痣痣痣痣 那日本本来是蛮会是 海里带的地方哦 小海里带的是原来 灾前是一百万到两百万个小孩 才有一个小孩才有一个人 会治痣痣痣痣 然后现在是三十万个儿童 就有一百六十七个 可是这样政府也说 这跟核灾无关 可是事实上就是说 因为核灾跟辐射相关 这他可能是隔五年四年 才会出来 不会把他们知道 但是就是说 死有假如现在是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 他承认跟辐射相关的癌症 可是这样日本政府也都不认账 然后其他就说 你看这是 呃 就是辅导性政府公 自己公布 就是跟核灾观点 死亡他们是两千人 然后就是说 处理跟呃 费用超过十二兆 其实又有人报是一千多亿美元 然后那就是十二兆 那十二兆是怎样呢 很多人说 哎这不是东电 东电赔不起啊 什么什么 再来说啊 这全民买单 早就全民买单 因为东电早就已经是用关 已经全部变关股了 就是说 吃他的股份 其实就是大部分是被 那个就是买掉了 然后 辅导盒一切来 大量排放 那个乌兰水 所以那个太平洋 你要的东西 请不要吃哦 而且不要随便 他们辐射的食品 进到台湾 不好意思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他除去的浮射污染的土 他把它包在一个那种大缩胶袋 那个缩胶袋这么高 然后他现在全日本有九百一十六万袋 福岛县本身这种的有九百一十六万袋 而且你说他就是整个大安区全部都放满这个东西 他放到那个就是你那种已经家里回不去的地方 然后硬把它摆进去 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的地主同意 放到我的地区 那还在交涉中 他已经硬搬进去了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他现在这个桶子 他每天都还是有高 因为那个反应乳还是需要冷却 那他水一进去就变高乌兰水进来 那他把它收下来 然后另外有几百队也还是排到 他收不了 因为地下水进入福岛河一场 他就是乌兰变成高乌兰水 就流到海里 然后可是去冷却水他把它回收 然后桶子变炸 那他这个桶子里面也是两种 有一种是完全 他只是装辐射水 只是装冷却那个反应毒的水 可是他那个 就那个水 他那个桶子 就是水潮 他也是有的有焊接的 焊接也是因为那个辐射水 它很热 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裂开 那裂开的有时候漏出来 漏出来的那个水 你不小心站在旁边几个小时就死掉 所以就说这是 就说整个这个辐射是很无奈 他从反应里面一弹出来 你看 他弄到土里面 刚才就是九百一十六万吨 然后这个东西 五年来就是一千吨水潮一千个 然后就是又一大部分都流到海里去 是一个非常非常无奈的 不好意思 下面看到 我有一个同学有去过这里 好 这个对对 还有这是我在乡下 我们因为泡沫经历的时代 我们那个就是在东京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们就先在乡下盖了一个房子 然后在黎芙岛合一八十公里 然后后来我们比较少要有钱 我们又把附近的地都买了 然后就是又盖了一个八十几平的房子 这比较大其实在后边 然后换我几万册 就十万册藏书啊等等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实在太美妙了 就说哎真的 你看多美这个红叶我也不用去哪里 赏风哦 然后下一张 你看它是我两棵 两个房子之间有那个樱花 五棵很大的樱花 然后就到五月的时候就会开 就很漂亮 可是就说它已经就是 它已经八十公里哦 就已经被严重污染 所以就到三百年后 我朋友就说 哈六三恭喜你 三百年后你可以回去用哦 它三百年后就是用色的搬摔 摔到就是到三百年后 它就降到一千分之一哦 那你就可以回去哦 那很多永和的朋友 他们就说 他说你骗人 他说那个地方没那么污染那么严重 对不起 我们在去年哦 已经合在第四年哦 他接到栗木县 又这不是 还不是辅导县 我们是栗木县 然后栗木县的县城府来通知说 你那个地方我们有去测过 的确是很高的 是超标很严重的 所以就说 我们要给你除穴 无色污染 那他说 他说给你除穴好不好哦 因为我先生亲完 他说 哦想给你除穴 好不好 那他就想说 你要给我除穴 无色污染哦 但很好啊 为什么还要问我 这同意哦 他说对不起 可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把你除穴 把你刮的那个屋土 我没有地方放 所以我们要在你们家的院子 给你挖一个大洞哦 给你埋进去哦 那所以你就说 哦下一张 就后来过了几个月 轮到我们村 就是他说 他除穴了 我们就去看啊 我们已经就不去了嘛 那啊 只好去看一下 就我们家门口 就多了一个 虎色小山 他除去了虎色污染 就放在那边 你说这是不是很无奈 然后政府就给你挂 插一个旗哦 说你这里是危险地带 你才是很无奈很无奈的事情 那你不管你搞几千万台币在那边 那你就是资产归零嘛 所以就说你不用忍了 很多我去苗栗啦 然后新竹演讲 他们说哎没关系 我们这边是离那个离 尤其苗栗说哎 我们离核一 或是核二核三 都两边南北核电厂都很远 要是发生核赛 我们就会到这边来躲 我想说你看 这八十公里 而且世上还有离两百公里哦 就是千叶县的博士还有流山市 就包括东大校语 东大在当地的校区 东大也有一部分的校区 campus是在千叶县 他们也是污染蛮严重的 所以那个像博士哦 他们小孩之后流离线很严重 两百多公里哦 因为他有一次那个 辐射整吹出去外海又吹进来 就吹到那个博士 那博士的市长就宣布全市 除去的辐射污染 可以除去的辐射污染 那乌土没地方放 像他一个那个小孩子的游乐场 或是超长啊 他把土刮个五公分 然后刮了就是每天要放 他就放在旁边 然后用一个收尿袋放在上面 小孩子还搞不清楚 还在那辐射山上玩 所以你说整个是一个 还蛮悲哀的一个状况 不好意思 那既然这么惨 为什么日本还要重集核电 那像安倍也是在前 昨天他还说说日本是不可缺 就我们现在那个行政院长还故意 安倍都这么说 你看我一度对他印象稍微有点好 可是他马上又给我很快的印象 就是说他乱说 因为其实日本就是说 他现在当然是说 其实日本你知道在灾前 他们是五十六个炉 然后他们是就是说 他们的依赖率就是被核电 他们是占发电设备二十四趴 然后占发电总量也只有三十一趴 就是说他们是依赖率三成 完全不需要核电 他从前有三两三点的时间 是零核电也完全没问题 五十六个炉 台湾才只有六个炉 现在是只有四个炉在转 两个炉已经坏掉 我看连那个台电都不大敢转 现在合一的两个炉 我觉得是就停了 因为他就算不停 他呢他也就到二十八年就要除业了 所以不要再就是台湾人貌 增加生命危险去发那一点点的电 那电也很少 合一是比较小的 然后他最主要就是 就是日本不得不动核电 因为日本他是因为安卑 就因为很担心中国跟北韩的威胁 他是一个安保上的考虑 那日本常年来他们就是 就是假借口说自己有在烧 一种叫Mox 就是有布跟钮的粉核燃料 然后他是所以他动了 就是离东京一千多公米的川内 就是入尔岛的两个核电厂之后 他第三个第四个 就赶快去动这种有烧Mox的炉 那他是当一个象征 不然他不赶快烧这个Mox的炉的话 他就必须要把手头的布都还给美国 因为他去年就已经被迫 还两顿出去 那他现在还要五十八顿 他不想还 所以就表示他我随时可以做核武 那样的话中国跟北韩就比较不敢对日本怎么样 所以这是就是说是一个喝止作用 可是问题是说 他就是我也这样去重开 可是今天就是前天吧 就是高冰 高冰的三号四号路 就是说日本的法院已经判处 就是说他是假处分 叫他停机 就是人民胜诉 所以日本就是最近开始 就出现一些以前他们的法官是不可能派 就是反核这边的 就让他停转这边胜诉 可是法官开始也有良心 他也对核电再有认识 像很多就是法官的判决 甚至也写出来说 就是说你要从什么环保 因为他们像安倍他昨天他当然不会说 我是想当核武 准核武国家 所以我要重启 他不会这样说 他说我是为了地球温暖化问题啊等等 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 就是那个排碳问题 所以我必须要动核电 他只是这样讲 其实他真的比例那么低嘛 他就说他现在56了 他只动两个炉是没有意 他其实只是象征性 表示说我有在用这个就是 不又来粉核物 他想要继续动 那就是说那个法院的判决 就已经说就是日本就是说 核电的复杂核灾 他已经是日本环境史上 污染最严重造成最大伤害的一个 他根本就跟环保 跟排碳排任根本是不用谈的 而且核电史上也是大排热大排碳 可是他只是因为 就是说他是跟 呃长期以来 核电他是跟军事跟政治瓜沟很凶 所以还有排碳跟排热都不算数 他其实排得很严重 你要是真的算的话 他是一定是超过很多其他的八电方式 不好意思下一招 这个就是就是他的假储分 那所以现在就是停机 就叫他们停机 他们就停机了 那还蛮乖 就就就就我就没有 现在又是只剩两个路 然后我就说 他们又想把那个核电 出口给那个地震比较多的土耳其 我觉得日本实在是很妖羞 就是说你自己因为这个核电就是地震 核电出事了 你还敢卖给土耳其越南甚至印尼 大家都知道至少知道印尼是地震很多 他居然要卖给他 那那个安倍老婆叫安倍召会 他就说我实在很丢脸 我老公居然在推销核电 那他说不过他说什么 安倍跟他说说 他说那些国家就是说他买中国核电 不如买我们的核电 就说那也是很可笑一个理由 那你知道台湾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日本就是他自己是核电的出口生产国 我们台湾是核电进口国 他们是出口国 他们卖给人 他们想卖给人家 那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刚才提到日立 东芝跟三里 那你知道这些都是家电厂商 可是日本他们在国际上已经上失了 那个竞争力嘛 所以他现在很想在核电搬回 核电这块搬回来 可是你知道出口核电 不管是日本或韩国 你出口核电本身是赔钱的 可是你出口核电有那个花扬国威的效果 所以呢政府就可以补助你 可以公然补助你这些出口厂商 所以他出口核电本身就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很很传统的一种结构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安倍出国的时候 他后面就带着日立东芝这些核电厂家 跟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也后面也都是带着 他们也是到处去推销 就是那个核电厂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蛮恐怖的事情 那大家很多人说 哎他说你把台湾的核废掉有什么用呢 那中国一大堆核电厂对着你 可是你至少要自己先费核 你才可以有资格交对方不能不能动 就像现在德国 他就要求瑞士跟法国一些危险的老奴 他要求他关啊 因为他自己要关掉 所以他可以要求别人关 可是你要是自己不关 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关 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掉以后 我们也可以要求他对着 就是福建那边有六七个乳 对着台湾的交号关 不好意思 下一个 这个算了 这个讲了太长了 然后就是说 我还会回来 就是反核的一个原因 就是台湾的核电占多少 只占一层 占8天设备 只占10.7 那台电因为有核电白用 不用白不用 所以他只是占16.7 那他只占一层 要是我们跟法国一样占七层 我就算了 我觉得那就是台湾的命 爆掉了 就是台湾的事情 那台湾人就自己不觉悟就算了 我就觉得算 你只占一层 然后我们闲置的设备都是两三层 要像这种天气大概是五层是闲置的 我就说都没有在用的 那台电每次到那夏天的时候去拿一个 说哦 现在那个被转电力只剩3% 剩3% 但很紧张 可是你知道被转电力是什么意思啊 它不是备用电力 不是被载 就是你有多少发电能力 被转是 表示说台电今天打算拿多少机组出来转 你知道 那这个台电其实有很多的发电设备 它只拿一点点 然后制造很多紧张 所以你不用核电不行 它常常给你搞到被转电力生生怕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钱人他有十块钱 他出门只带三块钱 碰到你叫你其他吃面的意思啊 所以就是说 整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状态 所以一定不要被他骗了 所以就说每次我也跟蓝啊 或绿的高层他们说要配合 他们说啊 那给我替代能源 我说这很可笑 核电是不需要替代能源才占一层 我们是全世界有核电国家 对核电依赖率最低的 然后我们再生的能源 条件都那么好 台湾 台湾废核是不需要替代能源 我们替代能源是替代火电 不是替代核电 核电根本不需要替代哦 然后你知道 日本才这两年 其实他们等于是最近这一年 他法律改了以后都做 他们再生的能源是十三个炉的份 然后就说 跟台湾面积一样大的九州 最近有朋友才刚去九州玩 然后他是 他那个九州 他是一年多就搞了七个炉 台湾才六个炉 现在才只剩四个炉了 所以就说他的日照 而且台湾的日照跟那个 就是长度跟强度 都比那个当然 几乎就是日本的那个一倍 知道吗 所以就说根本就用太阳 那个监控核电用太阳 就可以减少很多设备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蚊子电厂 根本都不需要 那我就有写过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用电是那种 夏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用电 一个很大疙瘩 就下午两点大家都要那个 开冷气啊 对不对 就很热 就开冷气 然后就需要一个两天 一个很大的疙瘩 那就这个疙瘩 你就是用太阳能 你就很容易就把它解消掉 就不需要那么多 下午晚上的话 就要少三成的嘛 所以你下午两点呢 金光时间 我们就就需要用太阳 最需要用太阳能的时候 最 就是说 最需要冷气的时候 太阳能就是最walk 最能发挥效能的时候 那我这样写 就台天就来给我反驳 他说 太阳能阴天不发电 拜托太阳能阴天也发电 只是发的少一点 而且我 我不要要求太阳能阴天发电啊 他在最热 我们需要冷气 冻冷气的时候 发电就好了 那所以就说 他就是不肯做 然后 我们刚才在跟那个一些朋友在聊天 他就说 你知道去年的能源会 是瑞珠发现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能源剧副局长 叫一个叫吴玉泽 我觉得他是 他这辈子最恨的人 当然是我啦 那其实始作用者是那个 是瑞珠 他怎样说 他在台东能源会 他说福岛核灾地一个人都没有死 可是我们如果搞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的光电门掉下来会砸死人 所以不能发电 太阳光电 我们的能源剧副局长 他是应该中立的来看 他不是台电的员工 那我相信他在 我不知道他是为什麽 台电不知道给他什麽好处 他帮台电说这麽永和的话 就是说他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考虑 什麽对台湾是最好的一种能源 他居然就是公然就是丑化 蛮有也是经常在公然丑化绿电 他说绿电啊 绿电很不稳定啊 然后就是说 他说就是说绿电不可靠 然后又说效能很差什麽什麽 讲了一大堆话 就是说绿电不行 那所以我们的绿电 永远就是比例灾后 你知道我觉得福岛核灾 赚到最多的是台湾 因为台湾就是应该最应该寄取教训 可是我们灾后绿电几乎是零成长 没有成长 你知道这很可笑 因为像太阳能光业吧 德国国会图书馆的那个 他们的大部分很多都是用台湾的 生产的那个太阳能光业吧 可是我们自己反而都没有在用 我们是有太阳能产业 可是没有太阳能政策 然后很高兴现在就是很多地方政府 他开始去做一些突破 他们觉得自己装就好了 像那个高雄市政府 他们就开始自己去补贴 就是用户自己去用 那最后还是要那个电丸要婚礼 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让台地油管 发电油管送电 那否则很多的人自己发了很多电 台电又不给他帮他送 也不帮他买 所以就搞很多刁难的手段 然后不好意思 那你看这个叫做日本经济新闻 它就很像我们的经济预报 工商时报 它是本来就是说 站在日本经济发展 他们在一起 他们非常永和 可是他们现在觉得就是说 核电最贵最危险 所以他们完全已经完全是在 幾乎是一个那种像反核的立场 每天在说再生能源有多好 那你看它只要再生能源就是一个装置 你把它装好就好了 不像你一个电厂 火电厂或是核电厂 火力发电厂要盖几年 然后核电厂 像我们核四是盖了二十年也没盖好 如果那个像那个 太阳国人马 装了就好了 火力发电也是 那他们台电就故意去搞一些失败 一直噪音很多 或是那个参业都掉下来 然后证明说绿电有多糟 可是现在技术其实都很发达 所以他们说北海道只要稍微抓 一下子就买一炉十个的份 或是他们用LED 就全部喔 就是日本把它照灯光设 灯光认识给它改成LED 它省十三个炉 台湾是一下就可以省三个炉的份 你看日本的灾后 就一度就所有的便利商店都关掉了 暗了 那我们人很奇怪 你本来亮亮便利商店灾面 你就觉得你一直啊 他们关掉了 其实就在你家隔壁里也都找不到 就是关掉以后就突然找不到 后来就再亮了 所有的全日本的便利商店 它就在重建光年的时候 他们就全部都已经换成LED喔 所以他们亮也是很多 所以灾后到现在 日本民生用电跟工艺的用电 一共省了17% 所以他们没有 他们56个炉 零核电也完全没问题 它进口增加了火电燃料 是只增加5%而已 是很少 其他就是用再生能源嘛 像九州也是 夏天他们那个 就是电完全其他都不用转 再生能源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就是 其实那是你要不要做的问题 是很简单 所以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不要 真的是不能用壳电 不好意思 下一张 那这要是等一下 不是瑞珠 不好意思 瑞珠跑了 他就在后面帮我摄影 那就是说像 就是说 台湾没发生辐射 还没有核灾 就已经污染很严重 那他就是瑞珠 他已经有发起一个 一遇一册的一个运动 那一天一册 就是说你去网上Google一下 就知道这一天一册的这个运动 那我觉得台湾很可怜 就是说像我大前天 我是在中立演讲的时候 旁边一个女孩子 她就跟我说 她是甲状腺肿瘤 然后她的姑姑三个人 都得了甲状腺癌 那她是住在哪里 她住在桃园龙毯 你知道我们的龙毯 那边有一个合岩手 她到现在也还是在烧 那个核废料 现在也是 然后而且她曾经发生过 七次的轻爆事件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那一代 很多的居民部 都得了癌症 或是甲状腺癌 那我在桃园演讲的时候 去年就是 有一个朋友 她就带了几个 都得了癌症的小孩子来 就是说她整个污染是还蛮严重 很少常年 在那边做了很多的事 或许等一下 那个贺老师也可以 稍微捕捉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说 就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就是说 而且就是说 1986年 我们的核一厂 她曾经为了拼那个不运转 那就是台队非常可怕 就是说 他们常说我们的核定效能最好 她所谓核定效能最好 就是说 她不休息又不休利 然后一直在跟那个就是 人命比较不知情的国家 譬如中国啦 保加利亚啦 巴西啦 在拼世界地 第几名的那个运转率 那她1986年她就曾经 就是为了要拼不运 就是不停转的那个记录 所以她曾经就是释放出 大量的辐射物质喔 1986年的时候喔 那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呃就是 就根据炎能会的记录 她释放出来的辐射量 是超过三米岛的 所以她其实是等于一次 呃 不小的一次核灾 是相当可怕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说 你要是没有一个 简单的辐射计量器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什么核灾喔 所以待会儿说明请那个 瑞珠稍微 呃 补充一下就是 那种发生核灾的那个 就是辐射侦测的问题喔 好 下一章 然后我就说 呃 就当选三天嘛 她就跟你说完全不缺电喔 所以很多那个蓝营的伊利维喔 大家都气死了 就是说 她很常年在国会 被我们把她骂死了 就她一直在捍卫核电 就发现其实根本不缺 她以后会缺电 会停电 所以就去 一直去那种捍卫核电 结果发现不行 呃 就说根本不缺电 她其实有很多的 新的技术喔 效能比较好的 完全不需要 那 呃 下一章不好意思 嗯 那其实台电常年都一直在恐吓我们啊 说喔 你会缺电 我们会限电 会停电什么东西 都是骗人的 她其实一个 第一个她就是高估电力需求 还有第二个 她就是 她长电 她低估自己 说我自己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喔 我觉得很奇怪 她其实明明有那么高的供电能力 她跟你说她没那么高的供电能力 所以她一定要用核电 那全部是骗人的 所以就说你需要替代能源是一个 是一个假的议题喔 核电需要替代能源是一个假的议题 就核电是不需要替代能源的喔 是替代火电不是核电 就是说一定不要再上当 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居民被骗了 他们有核电 你看那个招牌喔 有懂一点日文人看就知道 他们的街坊都到处都写了这样子 就在福岛河一附近的几个 那个乡镇都写这样 他有四个乡镇 现在是无人的鬼城 完全回不去了 他说是带来光明未来的能力喔 那可是现在是一个无人鬼城 你也回不去了 不好意思喔 那辐射最最头痛的 通常就是他是看不见的 所以有个插花家画一张画 他说如果辐射是这样子的红点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喔 不好意思 就全部 他就是 他说你看我们至少要守护 就是不让小孩子被铺喔 那 我最后再补充一个事情喔 这就是完了 然后再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说 好啦 那我们不用核电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话 电汇就会砸啊 很多人就开始在做这件事喔 其实是错了 就是说 刚才有提到就是 这后单根本是一个无限的 就是说 你后单你单单拆炉 拆炉也是 一个炉 你带一个炉 拆几千亿都不够 然后还有就是 用过染料棒 我看将来真的是一树 是几千万 甚至上一才能够处理 那我们现在有一万七千树 到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是赶快叫停啦 你叫停以后 或者是说我们今后 我们的税金里面 大概有好几% 就要交这个核费税 我们一定要交核费税 我觉得那是很可怕 所以你现在用核电 很多人说 不用核电是会比较贵 我就错了 你不用核电 你的电价才不会变 你的脚的钱才不会变贵 就像我现在是东 就是我们家是那个东京电力 我们的那个电费非常贵 是最贵的 我们店面里面还有就是福岛核灾的补偿 还有那个就是核费的处理等等 可是今年4月起日本的电力零售自由化 我可以去买东京瓦斯 东京瓦斯 它就里面没有核电 大家就很多人要换 七成东京的人都要换 换成非东京电力的电 那为什么在美国也是这样子 美国呢 他们新的去契约的 他们一定不跟有核电的 那个电力公司契约 因为它后端太贵 是一个无限大的贵 就是说 台电每次在说 他们的那个核电的成本是 一度是五毛 那当然是天大的谎言 他们连要帮都算到负债成本里面去 然后也我觉得也不是五块 而是五十块 甚至比五十块更多 后端到底是多大 完全不知道 然后是多贵 完全不知道 就是赶快停用 就是面对核费 然后确定核费的怎么样 这就是 就是说面对核费的第一步 一定不要再用 它不但是危险 而且也是最昂贵的 那我们已经留下这么多 一个完全 一个几兆 甚至几十兆的一个大的债务 要给我们的后 就是我们的子孙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哀 那我觉得最怕的还是 台湾这个地方是 日本说他们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核 在台湾是零一次核再也经不起 谢谢 他现在要投资的就是 六核费料来发电 然后他因为 嗯 嗯 对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接触过这一个领域 可是他现在告诉我 现在的技术是可行的 啊 他说的是一种就是叫高树衍生炉 高树衍生炉 其实就是说 他们就是说刚才 就是有部分是用刚才所说的那个 布佑的那个粉核来尿 然后日本也是很想说 他们也假装说 好像核费料还可以再去再处理 然后再利用 结果他们已经投了十二兆 刚才有一张 十二兆的那一张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那太复杂 就是说太专业 我就不想多做 他们已经投了十二兆完全没有成功 然后日本也有两座 这样子 呃就是高树衍生炉 高树衍生炉又更可怕 然后他也已经都现在都关掉 要废炉了 全世界这种东西是没有成功的 然后所以这是一个骗局啊 然后说什么可以把它烧掉 通常他去赚别的国家的钱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不可以 就是说是一个骗局 而且就是说 说可以处理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欺骗 因为他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还蛮无解的 那而且就是说 你将来也 那些懒尿棒也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放 那他受比尔盖茨投射 也不是他说的这个 我想他去稍微再稍微误格一下 那个比尔盖茨是在栽后 因为福岛合一发生三一之后 全世界又出现一大堆骗子 然后来说什么土核能 这种核能 或是用什么不要用核分叶喔 就说二零一年我会跑到李登会家去 我又趴出来永和 因为核是基本上是他引进的 我怕他去说服小英继续使用核电 所以我劝他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看 这还有我就说 就说如果我们不用那个核分叶 不要用这种分叶的 用核融合啊 用各种方式 那什么都有骗 那比尔盖茨是投了一些钱到 那个土核能 土核电 土核电是什么东西 他们还跟你说说 你们家里后面随便装一个炉子 每个人家里后面都装一个炉子 都可以用核来发电 用那个就是可以搞那个核电 你说有多恐怖的事情 那种发电方式 他也是一样会制造非常剧毒的 因为他搬衰期比较短 比较短就表示他是更毒的东西 就是他的释放的那个东西 释放的毒性是一样的 可是他更短的时间 就布啊 他们是什么百万年 说百万年才有无毒化 他更短的时间会有无毒化 就表示要短时间 他释放毒性是更高的 所以你能用这种东西吗 那别尔盖茨已经知道他上当了 那我想说 其他人应该也是知道 这已经没有人 就是 就是辅导合在之后 大家有一度提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 那我想就说 我希望他们是能够多多学习一下 然后他讲的这些资讯 其实是都还蛮离谱的 谢谢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事情 那我们请常年做和工出生的赫立伟先生 他要补充 大家好 我就回答刚刚这位女士的问题 其实尼尔讲的一点都没有说 什么土发电 Dust Breeder 就是什么 真正路 都是骗区 我从三四十年前 我还必修了 快中子反应路 那个五十年前 美国就开始研发了 包含那个快中子路 还包含那个土原素 那土原素在美国 有四个实验轮 已经超过五十年 全部停掉 不是现在停啊 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就停掉 但他停掉很多理由 很多理由 那结论就是停掉 就是不work 就是没办法商业化 就好像清融合 那观念很好啊 五十年的也做不错了 就是无法商业化 我们只是发电而已 你用再伟大的技术 你发出来 你收进去的能量 高于输出的能量 这就不可行嘛 就这么简单 讲到土原素也是一样 李登辉很有兴趣 有一次蔡英文还把我找去了 当我的面问我 我们研究土原素 你有什么看法 她又手势说 有一天李登辉 来来来 我们要关心一下土原素啊 台湾可不可行啊 我直接让她告诉蔡英文 我当面告诉她 美国研究了四十年 放弃了 一百个原因 你不要管就是放弃了 就这么简单 现在谁在研究 中国大陆 印度 那他们在研究呢 最快大概十五年左右 可能有三月的出来 三月出来以后 我们就好好等个十五年 看看她有没有发生核灾 再说嘛 你那个四五十年前的核子反应毒 到现在多少年了 四十几年 爆了几个毒 爆到六个毒啊 对不对 那你土原素 你没有看她运转了十五二十年 你怎么知道她会不会爆交一个呢 那我们台湾干嘛去当白老鼠嘛 先不要急着说你反对她 赞成她 你看一下嘛 三十年后嘛 我们在座年轻人都在了 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对不对 那时候假设没有发生核灾 再说吧 现在你不要去被这些 讲了一点都没错的骗子 甚至于包含我个人 还被核电邦啊 污昧说我在推土原素发电 我个人跟了一个以色列的 号称土原素之父 一个叫 Rikosky M Rikosky 我跟他工作了三年 一个以色列的教授 跟他工作三年 我太了解土原素是什么东西 台湾 我敢自夸了 目前在台湾 国外的不算 我大概还了解一些土原素 是不可行的一句话 刚刚就谈到龙潭的事情 我在这边再讲一下 有几分钟时间讲龙潭 我在龙潭是我的故乡 从读书工作 总共我住了二十年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会 那时候待遇非常高啊 在中山科学院 我为什么会离开 很简单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他们污染太严重了 你污染很重 你不能讲 我只能自己搬家 辞职搬家搬走 也不是辞职啊 服役跟合约齐满的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讲起来可笑 那时候没有禁烟防治法 我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天天开会 天天开会 天天吸二手烟 听了你们会笑死 这是我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什么 我们的所长吸了十几年 二十年 得癌症模式 我亲眼看到了 那个屋子里 烟雾民吧 那一批 这两个 大家可以 不太敢想象 我就是为这两个理由 离开 那好 现在龙潭污染多恐怖啊 该有的它都有 高阶和废料 中阶和废料 低阶和废料 都有 那个 那个 辐射屋 移除的干净 也送到龙潭 那个 辐射马路 陶渊辐射马路 四公里 好像听说挖了两公尺 深吧 挖出来 也丢到龙潭 还有更恐怖的 那个土元素 就刚讲 那时候 我那时候 亲生 有参与那个计划 到处挖 挖挖 挖土元素 然后精炼 从十几个ppm 精炼到四百个ppm 然后呢 美国人来了 不是把我们的那个 乳封掉了吗 结果这个东西没帐 到处乱丢 丢到哪里 大汉溪的溪 结果被倒踩沙石的 一看到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放在那个 那个大汉溪的旁边 那个 就倒踩沙石吧 一踩就扑到陶渊马路去了 结果发现了 马路怎么辐射值那么高 后来铲掉了 铲掉以后大家知道来哪里 现在 上次那个天秋静有办一个什么会 一个会 结果 朋友说的附上走道对不起 怕引起恐慌 挖起来的泥土埋在哪里不能讲 我告诉大家了 有人来跟我通风报信 当时埋的那个人 良心过不去告诉我 埋在高速公路 杨梅又是断了 那个什么 挡土墙下面 所以新政府上来了 我是非常希望 派一个团队 进去量 把那个挖掉 好好摆回该摆的地方 摆回当初产生的地方去 否则的话 你又得癌症 求助无门 结果根据原子能法 你储存这些核费量 要有执照呢 我就像高速公路局局长 人家把那个 那个盒子这个东西 废量埋在你高速公路上 有通知你吗 这个就是 就是我的了解 刚刚黎尔尔讲 清报七次 在立法院里面 那个核言所说 他说你乱讲 说我乱讲 我说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说才六次 这个时候立法院 立法院都有引民党 然后呢 第七次私火 大量的那个消防水啊 流到大汉溪 结果污染了2.3公尺的土地 到现在呢 还围起来 上次我跟长茂大哥 还跑到那边一起去那个 去那边看 现在还是管制区 美其名曰 环境试验区 我就讲 就是辐射污染区就好了 你试验了什么 你三十几年来 到底试验了什么 没有啊 这就是我耽误大家的时间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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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这是很重要 很多人也都有疑问 其实日本他们就说 一般的国民他们是不想要重启核电 因为过去有三年至少有完整的两年是零和电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就是说他们在生能源还有节电都很成功 甚至像有一家公司叫小松制作所 他在网上每天公布自己节电多少 或他要节电到50% 所以他现在开始卖节电的技术 所以他们觉得根本不需要 比如说你靠节电等等这种方式或是在生能源就可以抵 就可以不需要 那所以甚至连政府的民调都曾经有过一次是九成都反对重启 但事实上基本上日本又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说大部分日本人都反对核武 可是他们当初就很相信政府宣布说 就是核电是一种核能的和平利用方式 但是经过了这个核灾 他们就发现说他们不但应该要反核武 当然更应该要反核电 可是你知道日本的选举也是跟台湾一样是小选区制度 所以他每次的投票至少有五成到六成是反核的票 可是问题是能推出来的国会议员非常非常有限 那个迷离于政党或是反核政党是很难出头的 那日本人现在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有一点困境 倒不是说他们觉得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是不应该用核电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中国跟北韩的确有威胁 所以对于安倍在推进核电的这个事情 有些人就开始就有稍微比较动摇一点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是每次的那个就是民调 也还是有六成以上是反对的 就是说是的确有些人因为已经过了五年 然后他们也相信政府的宣传 像政府会告诉你说福岛东西已经没问题了 怎样怎样 他是花了好几百力去宣传 像譬如他找了一个人气组合叫TOKYO 他有出来告诉你在吃那个福岛的玉米啊 或是就是像那个就是吉野家 日本的吉野家他们就是说 我太特别跑到乌兰很严重的一个叫俊山那边去种米 然后我们家小孩本来还蛮喜欢吉野家 因为做那个牛肉饭的是好多家 可是他觉得吉野家才是正牌的 那可是他听一听那样子他就 他们都还会自己去查 他听他开始在那边用 他就从此就不吃了 那当然就说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因为就说事实上像 譬如说我自己在东京 那我们家就是也有用 就是用的店就是福岛发的店 那所以灾后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好神经 我们说这个九州才能卖 其他的地方不要买 那我们小孩都会骂我们说 我们用的店也是福岛的店 那就是说你不能这么挑剔 这样的话不是对福岛人好像是很对不起他们 他有这样想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想法 现在很多的日本人就是因为说 要跟福岛人共同承认这种灾难 所以就去买福岛的东西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应该不要让他们在污染的土地上 继续去种这些东西 他应该把它协调让它到干净 因为日本现在很多修根废根的田地 或是很多地方都很缺人去跟啊 他干嘛在污染工的地方 故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他就是假装福岛 没这回事 而且他2020年要办奥运 他告诉你说 他们辅导已经没事了 事实上你看单单一个先进国家 到现在为止还有10万人有家归不得 回不去啊 然后最近跟你说说你要赶快回去 不然我要取消你的补贴 然后强迫人家签 好像有些人把户口签回去 签户口回去的也不够 里面只有9%是真正回去住 其他你家里要是有小孩 就算你不再补贴了30公里圈 你可能像也有60公里圈的 60公里的福岛市 或是80公里 其他60公里的另外一个郡山市 他人口很多 他也污染很严重 不会输给就是逃难圈的 30公里是一个很硬性的行政的发分 他们也只好跑 自费也只好逃啊 也只好离开 那可是到现在也只还有10万 那我的想法是说 日本人他自己 因为我基本上是觉得 不要再那种就是肮脏 就是已经污染的地方去皱东西 那才是比较根本 可是很多人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不想离开到土地 可是他又想用他以前的生存方式 继续活下去 你也不能去否定他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要是像我有用过福岛合一的店 我去吃一点福岛合 这个污染东西还比较有道理 可是日本没有理由 强迫别的国家跟他们一样 就是没有用过福岛店的人 其他国家也要去吃这些 辐射污染食品 我觉得是没道理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说我对福岛 就是说或是日本人 一般的人 他们可能很多人还是蛮相信政府 政府跟你说没关系 因为你发了几百亿去 而且每个街头 那个车站啊 新宿车站都在卖福岛 苹果啊什么东西 水蜜桃啊 那种东西就是 还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很多人 就会慢慢相信说 好像没那么严重 可是大部分日本人 还是知道的 他们会觉得说 你其实反对重启核电 最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完全是践踏现在 就是还在为福岛 核灾受难 受苦受难的福岛人 其实是最瞧不起 福岛人的一个 好像发生一个核灾没什么 你们该死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开别的地方 那基本上 他们也有很矛盾的一部分 就是很担心 就是国皇上 因为毕竟中国跟那个北韩 尤其是安非欧走这么强硬的路线 他也很怕去 就是说自己不难一点 随时可能制造核灾的能力的话 他是会是有点怕的 所以就是说对核这个想法 是有很多层的 很多人是很后悔说 像基隆小百合 大家知道 他就长年一直反核武 他没有反过就是核电 所以他在后他还出来忏悔说 他居然就是说长年只反核武 没有反过核电 那大家也知道就像村上春说很多人 他们也都会这样子 就是说长年他没有去反过核电而后悔 那像我很尊敬的一位小初玉章 就是金大合工学者 曾经找他来台湾演讲过 那他也是就是当年也是相信政府说的 核能的和平利用 所以他就去念了合工 结果他就变成日本 就是合工出生 就是他来台湾的那次就是演讲会之后 然后赫老师出来说我是合工出生 我反科 可是我从今天起要反科 所以就是这是我跟赫老师的一个缘分 那也很希望就是说 赫老师以后也是成为像小初一样 就是说他是日本最受尊重的 那那个小初很妙 就是说他是 就是说因为很受尊重 就是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演讲行程都满满的 我跑到金都大海去找他 那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来台湾 他第一天就说台湾他说好 他说我要到最危险最前线去 所以他就到台湾来了 就说真的是还蛮不可相信 就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么危险 是全世界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你 那台湾人不要再相信自己是天下最幸运的 可以补充几点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日本 就是说在核灾之后的状况 其实可以多看一些纪录片 其实每年像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他都会办一些核电的影展 那我看了很多次的那纪录片 或者说因为如果不是影展 也可以到那个府中十五 还有一个纪录片的图书馆 里面可以找到辅导核灾 其实你看了纪录片看到那些人 在核灾之后被迫本来可能有家可以住 就被迫搬到像那种学校的大礼堂 这样隔开用纸板隔开的那种毫无尊严 毫无隐私的那种环境 你就会发现说这种风险 真的是完全不愿意去承担 而且我觉得台湾比日本还要惨的是 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是我们的十倍大 那我们国土很小 以前中兴大学的庄秉杰教授有去分析过说 如果我们北部的山座核电厂 发生辅导等级的事故 就是说如果它的那个维族体 有破裂的那种核灾的话 然后重度污染需要撤离的范围 最远是到屏东的山地门 大家可以想想看 从新北市到屏东的山地门 台湾还有多少地方是可以住人 几乎等侧光光 那要么我们就是流亡到 就是流亡到其他国家变何灾难 要么就是继续忍受生活在高辐射 这是没有办法想像 是日本还有比较干净的地方 可以暂时躲一下 那我们台湾人要去哪里 都会没有地方去 然后现在 我觉得还剩下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请林草茂 林草茂老师 林草茂先生 他的长年也是从事反核运动 而且也就是说 像那个陶宇那边的问题 他最理解 刚才有位小姐在讲说 日本他用那个热种子的反应 事实上在1995年 当时我是在日本民国大学 就在学核种分析 刚好在那边去请教那天的一些老师 结果当中午的时候 在看电视顺便吃午餐的时候 刚好是日本文书 快速资深室反应炉出事 然后过了一下子 那天中午的时候就 MHK就不播了 就完全被封锁了 到了好像是到 有另外一个也是快速资深室的 也在2000年几年也发生事故 后来这两个都完全封闭了 然后刚才他们有讲到桃园的问题 荷蘭医六所的污染 事实上是造就我去住到大西 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解研之后 就在调查辐射屋跟辐射马路 结果全制单位就去恐惧我屋主 叫他不能租给我房子 然后我果大就自己买了一栋房子 就住在那边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还是持续在那边去观测这些问题 那我家对面就是内大国小 我看过很多小朋友 从一年级进去 二年级就开始发病 然后很多小孩子就是 还没有到六年级就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去年的时候还带着他们的同学 在他们的校园的中间去种了一棵樱花 因为他们有一个小朋友 来不及领到毕业证书 就死掉了 就血癌死掉了 然后前几天我又看到一个 应该是今年如果继续補的应该是四年级 他从入学进来以后 他不到一个月 然后就进区区医院 然后做骨髓移植血癌 然后他阿嬷就趁着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推着那个三轮车 小孩子骑着那种三轮车 让他来学校走一走 我就去问他 他就说我好想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玩 他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机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玩过 这是很可悲的 那刚才也有说龙坛那些的 浮色浮染的问题 事实上前阵子 有六七个龙坛的那个里长来找我 他们的目的 我问说你真的要去反对的话 我绝对可以去支持你 一起来反对 结果他们的目标 是要去拿到所谓的回归金 那我说我对不起 我不愿意去跟这个钱有做任何的交往 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事实上用这个钱的东西 会害死人 刚才他们就讲说 从台东到屏东 没有地方可以住 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有两个地方可以住 一个是蓝雨 一个是绿岛 现在目前旺可废掉的地方 你可以一起住 因为他距离够远 然后风向不可能垂涨那边去 谢谢 我想是不是我们有 如果有个多个10分钟 可以不可以来解释 一律一策 出台湾的浮射环境一类 状况 刚测一下 他把这个环境 现在我们这边的环境 想告诉大家 再来请你说一下 刚刚我测的话 是0.12 0.12 0.12 这是台湾 长茂大哥很清楚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 辐射的状况 辐射的指导 那我之所以会 2013年的时候 我跟长茂大哥 我找长茂大哥 借了很多辐射偵侧仪 然后在全台湾找了四五十个志工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辐射地步 就是等于做全台湾的辐射補查 那因为 也是因为黎儿 因为辅导311之后 他在他家的玄关 测到的辐射值是0.12 可是没隔多久 他来台湾 他回到台湾来 台湾没有发生核灾 那在台北测到的也是0.12 那这个把我吓到了 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台湾到底什么时候 发生核灾了 就是台湾 为什么辐射值会这么高 那那后来 其实 因为台湾的那个 在那之前 长茂大哥很清楚 他之前跟王玉玲 张武修 然后 他们有做那个 辐射屋的那个 追踪 因为王玉玲本身就是辐射屋受害者 所以他们有做很多的调查 跟追踪 那 其实台湾 核电厂 长久以来 其实有大大小 有一些小核灾发生 但是都 在台电跟原人会 都其实都是把这些讯息给引力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核电厂在烧核废料 台湾的核电厂 核厂跟核山厂 都有减农中心 然后核能研究所 也有一个减农中心 是烧民生废弃物的 医疗啊 民生的一些辐射废弃物 所以 这三个地方 就是一个污染的发送站 那 因为 而且他的那个 台湾早期 也没有多早 我忘记是什么年代 我前几天看资料 但我忘记了 曾经要研发 电浆火炬在烧 用电浆火炬这个炉 来烧 低阶核废料 不过 花了两亿 都失败了 前两年 林淑芬委员还针对这个 在立院做直询 非常的精彩 台湾的电浆火炬的 发展的历程 是多么的荒唐 花了多少工糖 这写得清清楚楚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Google给大家 晚上我把它放在 那个脸书上面 让大家看 太精彩了 台湾是多么的荒唐 在做这些浪费工糖的事情 那 其实电浆火炬它也是 有污染防止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燃烧 它都会释放 辐射值 物质不灭定域 它都是透过烟 透过水 它都会排放一些辐射物质 那 因为电浆火炬失败 所以台湾的 那个减容中心 它是用一般的本化炉 在烧了 一般的本化炉 几百度而已 顶多个一千度 还是一千初头度 那是没有办法把 辐射物质 把飞汽物完全燃烧的 所以 再加上那个 过滤系统 排气的过滤系统的问题 本身焚化炉就不合规格 再加上过滤系统 所以 是 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環境里面 会到处充满的 会 会辐射物质这么高 是可想而知的啊 这个焚化炉这样乱烧 乱烧这个低阶废气物 那是很可想而知 是 就是随时都是处在一个 小核灾的状态 那 呃 因为 我 我找常茅大哥一起做辐射地图啊 那 就发现 在台湾我们测了七百多个地方 七百多个测点嘛 呃 七百多个 七百多个地方 差不多两千个测点喔 那 那 我们发现了四十四个测点 四十四个点是超过零点三的 刚刚里儿也有讲 四十 有四十四个地方 地点喔 是超过零点三的 那其中一个点呢 呃 呃 呃 也请赫立委老师 跟我们一起去做复册喔 就是在新竹的三峰国校 那 呃 在针对这个 这个 呃 呃 因为那个 嗯 我刚刚讲了吗 今天 啊 新竹啊 我们去新竹测的时候 是 呃 呃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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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概已经找出哪里是 是热点了嘛 是在他们学校的一个广场的中央 那我们在地上测到零点四 那已经找出来了 那我们要去测那里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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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 还有点就是 我找常化大哥在做对 resurrected地核的时候 呃 呃 援人会他们也会 他们就质疑 社员 支出来了以后 他们辰质疑说 呃 我们石修机器没有经过他们的校准呢 如何如何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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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承認我們測的東西就對了 可是他偷偷摸摸的派了一組人去遊山玩水 針對我那四個測點去做復測 他測出來的測值是0.26到0.43 我公布的是超過0.3的44個點 他測出來0.26到0.43 超過大家最清楚了 這根本就一樣的東西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測出來的東西跟他測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他還是否認我們測出來的東西就是了 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呢原本他們是一貫的企量 台電他們一貫的企量都是在說謊 所以即使我們的環境裡面會發生 會有什麼問題發生了什麼 輻射那個空服啊什麼什麼的 那他可能不會在第一時間告訴我們的 所以呢 好啦你等一下 然後大概還有話說 反正就是我們會 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要自己 因為原本會跟台電是一貫的說謊嘛 那我們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會知道啊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召集這些志工朋友們 我們自己來做環境的監測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好的儀器嘛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有他們等級的儀器 也不可能有他們那樣子長期的監測啊 那我們自己監測的話 比如說台北十個人 我們一天 每一個人一天在 他所在的地方測一次就好了 那十個人差不多平均兩三個小時 就有人測一次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兩三個小時之內 就知道嘛 因為測了以後 馬上就在臉書打個卡之類的 兩三個小時之內 我們就可能知道了 那該逃命的至少可以逃命啊 就是這樣 OK 長毛大哥有什麼呢 其實台電跟研究所或是說 原能貴是一個非常邪惡的一個組織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已經在採一個反應爐了 就是 核能研究所一個反應爐現在在採解中 任何一個反應爐是啟動跟他採解的 是說最危險 那你知道可能右手旁邊就是十門水庫 十門水庫旁邊 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就住在周邊 然後我用了一個德國的一個儀器 那個德國的軍隊的一個標準配備 有幾次就測到四十幾個維西弗 在空間計量中就測到四十幾個維西弗 他就在那個學校的操場 然後剛好是 可能右手剛好是在我的西南方 他如果吹西南方吹過來的時候 我們在空間計 空間的話就測到四十幾個維西弗 那是非常高的 可是這個我是覺得政治人物是很可惡的啦 就是這些問題事實上在這個鄭文蔡要選舉之前 他要把可能依舊所當成他主打的一個議題 可是他當選到現在為止 從來不去接觸也不去面對這些東西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未來他們所謂的非和家園 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說各位千萬記住 政治人物是不可靠的 絕對不可靠的 謝謝 謝謝 劉小姐你好 我姓黃 我們見過三次面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要緩和 那我也是絕對緩和啦 那我要先請問一下那個劉小姐 第一個 日本他們要開啟核電 是因為想要再做核彈還是要錢 跟台灣一樣以前是核電 是要做核子彈 現在他們是要錢 這是台灣的情形 第二點 還是他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做 安靜的能力 他們有沒有能力做 第三點 他們的電價是多少 那我現在稍微提議一下 核電為什麼不能用 核電這個東西啊 它是全方位的 它是360度 360度的全方位的發射器 那個那個 核射線 所以台灣因為太小 所以不能夠有一次的出問題 也出問題台灣沒地方去 第二點 就是我 我 除了我以外 我現在還不知道 有誰能夠解決看靜能力 包括太陽能 雖然可以用 但是他在做太陽能 那個太陽能版的時候那個不很好啊 但是他們現在為什麼一直要推太陽能 因為有錢賺 為了錢 就是為了錢 其實核電解決不能用 一定要有那個以外 第二個 包括太陽能都有問題 但是風力真的不夠 唯一能解決的 只有我的一個 靜電 共電系統可以解決 好不好 謝謝 時間已經不剩很多了 那 關於日本為什麼要重啟核電 剛才我已經 費了滿多口舌了 就是說 是不是您稍微晚到一點 就是講了一張了 所以就是說 那點我就不回答 他們主要就是為了要出口核電 跟那個就是擁有 就是維持準核武國家的地位 然後另外關於就是 比較簡略談其他問題啊 因為是關於全人的問題 在剛才說演講過程中 已經有談到 就是說 這蛋是一個 是一個貪腐的部分的成分是很高的 那這也不用再去提了 那我想就是關於核電 它核電很多人都會來說 其實用太陽能用什麼電 它都有副作用 這我也承認 所以我是認為說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節電 經過五島核災 大家都知道用電的代價 非常非常高 太陽能光電板 或是像風力它 風力發電它也有噪音 那太陽能光電板 它其實它如果放 它如果不是裝在屋頂 我覺得裝在屋頂 就比較沒副作用 像日本就出現很多太陽能電田 它其實也是有覆蓋 下面就有一些微生物不能生物存 可是為什麼我還覺得 再生能源還是比較可用的 因為其實只有核電 它是就是說 它生產出來的那個副產品 是原來這個自然界沒有的 而且它一旦發生 它就是發生核災 或是它核會處理不好 就是說是會亡國滅種的 那沒有任何一種發訂方式是這樣的 它是最不安全又最昂貴 然後又最不會 就是最乾淨的一種能源 那最可怕的是 台灣更沒有地方可以放 用過燃料棒 說可以放一百萬年 說可以就是安心沒有地 就是沒有問題 像日本現在是有四個首相都出來反對 就覺得自己長年被騙了 那其中像有一位小拳拳一郎 他就跑那個核電廠商去砰他粉核 就招待他去北歐看 他去北歐看回來就說 這下是更不得了 因為你看北歐 北歐是有台他們在地下挖幾百公尺 可是他們板塊是幾億年不會動的 跟台灣是那種新生地產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去看了以後 他被招待了半天 被核電廠商三年給他招待半天 然後回來說 這下當然是更不能用日本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放 台灣有嗎 現在其實北海岸也是很不很關心的 那有什麼地方呢 現在他們大家想要放的都是政治弱勢的地方 譬如想放到台東的烏丘 我想丟到大南澳 其實都是原住民的地區 或是現在也有說要放到什麼 金門烏丘等等 那台電就隨便說一個無人島 無人島的地層都是南西深 沒有人去看守 他發生意外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好好的防衛 還有就是說 國際上也不會容許你隨便丟在無人島 那我想台灣你除了民主這個價值 也包括你對於核廢 你要好好的處理 我在世界上的人是不會理會你的 那我想就是說 那我想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 趕快先停機 然後除疫 然後核廢的數量確定以後 我想這是一個 就是說 才能夠叫做面對核廢 那我想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想說話的朋友滿多 因為在座 其實我很感動 見好多反格的前輩 我的反格的年資其實是最淺的 那很多前輩來大家都有 比我更有資格說話 可是我想不好意思 因為已經耽誤各位時間滿長的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 還是請那個就是 雅銀寶 那等一下剛剛有一個資訊 就是說 好像在今天晚上公視十點 會播出一個就是NHK 曾經做過的一個如何逃難的一個 就是發生核災怎麼逃難 日本是怎麼樣去搞的 其實還是一大堆悲劇 就很多人政府他有發明 他花了一百億開花的一個 一個輻射風向偵測系統 可是他不敢 他爸引起恐慌都不敢告示 所以很多人以為 第一 跑離核電廠遠一點就好 結果他從力量跑到高降 其實是風向跟力量的關係 所以就是說 其實中間有很多悲哀 而且你怎麼樣去輸送這次 就把14萬人輸上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說不定看公視這個 就是它是NHK的節目 今天晚上十點 說不定有一個檢查 那我們再 在結束之前想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一個是說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核電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也是可以去上 多上圓能會的網站 或台電的網站 去找一些基礎的資料 比方說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台灣不能沒有核電 但是核一廠的一號機 從前年的那個十二月停機到現在已經停了四百多天 停機一年多 我相信在這很多朋友可能都沒有感覺到 台灣北部少了一座反應 因為對我們的生活根本毫無影響 或者是核一廠的二號機 在昨天下午也跳機 然後是因為故障跳機 然後是因為故障跳機 到我剛剛演講的時候 我上用手機上網查 還是在停機的狀態 就是說 其實這些資訊 我們其實都可以多了解 或像黎兒剛剛講的 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 他明明還有其他的發電設備 但他優先用核電 就是很多資訊 其實我們自己可以去找尋 那圓能會的網站 也有很多的報告可以去讀 就是說雖然他都會把核電的問題講得好像非常安全 可是他有一些比方說台電違規被處罰的紀錄 或者是說核市場每個月的工程報告 或是說核市場每個月的工程報告 或是一段時間每天都上圓能會的網站讀那些報告 然後越讀又覺得我們台灣人好幸運 發生這個核電廠發生過那麼多的事情 那麼多的零件壞掉斷掉裂開來生鏽 然後怎麼淹水 就是發生過這麼多心情不怪的事情 然後我們居然都還沒有發生嚴重的核災 真的非常幸運 或是說曾經某一年那個失火 其實核山失火過非常多次 然後失火的原因居然說他設備太老舊 核山是我們台灣最年輕的一座核電廠 然後曾經多知一位設備老舊的失火 所以說大家對於到底核電好不好 我們可以去看至少看官方的原則 或應該算是最支持核電的組織 其實他寫的報告都讓我看了覺得非常的害怕 然後再來就是說如果是在座 如果是有反核的朋友 明天下午有那個廢核的遊行 就是下午2點到5點半 就是有那個在台達克蘭大道 讓我歡迎大家可以一起去參加 至少為我們自己的安全做一些表態 最後一點我剛才撤到在這邊撤了 這是一個那種災後日本開發去家庭用的東西 有人會會說你這個很簡陋 可是就像我們用的體溫機 我只要知道我也沒有發燒 我並不需要我知道我是36.456 或是怎樣的那種小數點幾位的 那變差是兩成 就是偏低兩成 那兩成我就算是給台電的Savis好了 那你知道像這個在我打包的時候 然後我們東西的家災後是0.12 那現在是0.05 可是你知道在這裡撤到是0.14 那像在古廷 古廷國小的操場上 撤到是0.3 所以就是說是一個 污染還蠻嚴重的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那重的就是超台幣一千多塊 一兩千塊的超兩千 一兩千塊的東西 還有雨型等等 就是說其他有烏克蘭的啊 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就是說不一定用重 那我只要知道 你有這個你就知道 我們是希望很多朋友參加這個測量 所以就是說要是核電廠發生什麼意外 如果很多人在測量就會發現說 喔原來已經發生變化 否則你去看原來會兒的網站上 它永遠公布是0.04、0.05、0.06 用他們自己用機器 怎麼樣也都測不到他們公布的詞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還蠻荒謬的事件 那所以就是期待以後大家就是自己去看 你也不用全部相信我的 你自己去看 自己去思考 然後很希望明天下午2點看到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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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